現在宣布開會 首先要進行報告事項 請議事人員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立法院第九屆第七會期交通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8年2月23日星期六 上午九十十分至九十十二分地點本院紅樓二零一會議事 出席委員下面請等十四人 主席委員困擇 報告事項 以本院第九屆第七會期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時間及地點表 要經本院第九屆第七會期第一次會議決定 照案通過在案 二宣讀本會期本會召集委員選舉人名冊 選舉事項 選舉本院第九屆第七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第九屆第七會期本會召集委員經各黨團 書面同意以推選方式行之 選舉結果主席宣告 推選李昆哲委員 陳雪森委員擔任本院第九屆第七會期 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 上會宣讀完畢 等一下我們再來確定一次路 現在介紹在場的委員 葉怡經委員 好 現在我們簡略介紹 列席的人員 交通部部長林嘉隆部長 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 國王部副部長沈一鳴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師師長鄭乃元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薛瑞元 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組長王鳳飛 司法院刑事庭調辦司法官李東博 財政部國庫署副組長袁旭傑 經濟部商業師專門委員曾碧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副局長王立衛 好 我們現在介紹陳雪生委員 請問各位委員對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議事錄確定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本日會議議程 邀請交通部部長林嘉隆 法務部次長 國防部次長 教育部次長 衛生福利部次長 內政部警政署就我國久候駕車現況防治作為 繼修法計畫列席報告並被質詢 並請司法院財政部 經濟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列席宣讀完畢 現在請交通部林部長報告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還有媒體記者朋友 大家早 很榮幸今天應邀 列席交通委員會 就我國久候駕車現況 防治作為 繼修法計畫來進行報告 進行各位委員指教 酒駕防治 是交通部重點的施政工作 並持續採取多元手段 抑制酒駕的行為 那麼例如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增加講習時數 講習的內容增加生命教育 實地參訪等課程 以及呢 轉介有飲酒問題的駕駛人 自衛生福利部進行輔導 另外 除配合修法加重這個處罰 以赫值足酒駕情況 也透過道安體系 從小扎根加強教育宣導 酒後不開車的觀念 並結合社會企業的力量 來共同防治酒駕 近年來酒駕造勢 屢裡發生憾事 酒駕違規的案件 雖呈現下降的趨勢 但仍然居高不下 顯見現行法令 仍有需要檢討精進之處 交通部對於酒駕行為 採取玲瓏冷的態度 任何有助於嚇阻酒駕行為之修法 本部當全力來支持 那麼以上是本部對於酒駕 防治的立場 跟決心的簡單說明 那麼接下來 我來請本部陸正師 陳師長 來向各位委員 來針對本次的報告 進行詳細的說明 還請各位委員指教 那是不是請陳師長 來做更詳細的說明 請入正師陳師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那以下請就今天報告的主題 說明如厚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第一個部分是先報告 我們現行酒後違規駕車的相關法令 現行酒後駕車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行為 有設行政法 那就是由本部主管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5條 另外涉及刑事處罰的是刑法第185條之三的處罰 那這個酒後駕車造勢致死的行為 將優先依刑事法律論處 那我們以下請就本部全管的這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說明如下 第一個部分 目前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 超過規定標準的話 是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到九萬元以下的罰還 並當場一致保管汽車吊扣駕照一年 那如果造勢致人受傷死亡者 是吊銷其駕駛執照 終身不得考領 那另外對於累犯的部分 我們在102年3月1日起 對於汽車駕駛人在五年內 有兩次以上酒駕累犯的違規 以及就是說不依告示停車接受檢測的這個拒絕測試的 我們已經這個處以最高罰還九萬元以外 並當場一致保管車輛吊銷駕照 且三年內不得考領 那另外我們也配合這個102年6月11日 這個刑法的一把185條的修正 那交通部在道安規則 用更嚴格的酒精濃度的標準 訂定土氣所含酒精濃度 不能超過這個每公升0.15毫克 來做這個整個 限制各個駕駛人 那我國這個酒後駕車的現況 我們來統計 近五年酒駕事故 30日內的死傷人數 其實已經有呈現下降的趨勢 不過酒駕再犯 包括這個就是五年內兩次以上的人數 約佔兩成 建數也佔四成 所以酒駕累犯的其實比比例上仍然是比較高的 那在這個酒後駕車的這個房子作為部分 交通部其實採取了以下幾項措施 第一個部分我們有延長酒駕的道安講習時數 從106年3月1日起 對於這個酒駕我們初犯的部分的話 講習時數是由4小時延長到6小時 那累犯再犯的部分 其實講習時數也延長 從6小時延長到12小時 那另外對於講習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再犯班 有辦理相關的實地教育 就是要強化矯正這個酒駕違規的這個行為 那我們提供這個民眾更多面向的生命再教育的課程 地點其實多是在這個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那像我們這個公路總局台北市去監禮所 其實也有辦理 到這個我們台北市政府殯儀館 進行實地課程教育 那我們台北去監禮所也預計在今年 規劃前往板橋殯儀館進行參訪 實地上跟各民間社團合作 我們到指定的相關處所 進行實地教育 在107年我們統計 已經實地教育122場次 有3248人次 那另外對於酒駕的案件 我們也要求要加速裁罰 我們公路總局的各轄區監禮所 對於酒後駕車違規 未依法道案接受採處的案件 我們也依規定優先來執行裁決 那另外我們也跟衛福部 共同來推動酒精成癮的治療 透過醫療專業人士 向參訊者解說這個酒飲介治 跟轉介的具體流程 106年我們成功轉介了酒飲介治者 有211人 那另外我們也跟民間合作 鼓勵民間企業團體自律 那共同辦理宣誓活動 那員工的守則 在106年12月21日 也辦理不酒駕我行的 這個跟企業自律的宣誓記者會 到目前的現場 其實有55家的企業響應 那到現在其實已經有321家的企業機關 已經簽署相關的一個自律的一個協定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生根教育部分 我們每年也針對國小學生 用創意互動競賽來宣導 進而影響家長 但對於這個酒駕的修法方向 其實大院委員在這個酒駕房子 其實有很多的提案 那在106年的4月26日 也出審通過了我們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相關的一個修正條文 修正的重點包括有 把這個最低罰款的額度提高 那另外這個酒駕累犯也加重處罰 那對於這個拒絕酒測的這一個 除以罰款以外 那對於如果說這個自人重傷或死亡的話 也會立刻沒入車輛並吊銷駕照 那另外也新增處罰同車乘客及酒駕累犯者 限駕特殊識別車牌的車輛 以及新增這個酒駕被害人 對加害人之懲罰性賠償請求權 那對於還有就是說 汽車駕駛我們曾經依35條規定吊銷駕照 那除仍受一定期間不得重新考慮限制之外 那在這個如果說要重新再取得駕照的話 也要經過醫療機構完成酒飲或酒精的介置治療 那我們行政院在107年10月11號 也有寒宋大院這個我們處罰條例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中也鎮定了這個參加這個道安獎席 我們來收取相關的一個費用 那大院曾經也就是說要求這個交通部這邊來 這個會同相關的部會 延商訂定酒駕專章的一個可行性 所以我們也會同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等相關機關 那也延商這個酒駕專章的可行性 書面報告在107年12月21日已經寒宋大院 最主要基本上來說其實設立酒駕專章 從食物面來說對我們執法機關跟司法機關 並沒有執行上的困難 不過就法治體力上面經過大家檢討 如果說單純把這個酒駕的相關的規定 只放在這個刑法或是單純放在處罰條例設立專章的話 可能會有相關的這個法治體力上面的一些問題 例如說我們處罰條例只規範的是道路的範圍 那處罰的對象是汽機車跟慢車 不過刑法在酒駕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處罰的範圍不限於道路 而且包含汽車以外的動力交通工具 所以就是說如果把這個刑法的處罰 完全移到處罰條例的話 那主管機關就會由法務變為交通部 那交通部的話我想對於這個整個刑事犯罪的預防政策 以及這個相關的求刑的一些具體的措施 就是交通部比較沒有這個主導權 那另外如果說把我們酒駕的相關規定 全部移到這個刑法來做專章的規範的話 因為我們對於酒駕其實也有包括就是 比如說要調扣消駕照還有參加道安獎席 那這個是行政法其實也沒辦法在刑法裡面 這個一致的一個規範 所以大概會商相關部會是認為說 還是維持現行酒駕 在這個刑法跟這一個行政法 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相關的規定 那另外社會各界也有提到就是說 是不是要延商這個酒精鎖 那酒精鎖這一個我們部裡面 是在101年到106年間也有多次的討論 不過現在大概還有幾項課題 包括欠缺國際標準、成本過高、安裝對象 防止他人待吹以及欠缺機車酒精鎖等相關問題 不過法務部將在近期就要召開相關會議來檢討 那交通部這邊會與法務部共同來針對這個議題 來進行這個相關可行性的一個討論 那另外就是說整個酒駕其實這個造勢的屢屢發生 我想我們案件也居高不下 所以顯見整個法令還是有努力精進的部分 那大院其實委員提案 包括這個提高這個酒駕的罰環 拒絕酒測 提高拒絕酒測的罰環 增定末路車輛 還有同車乘客連坐處罰 酒駕三次以上 需駕駛特殊車牌的車輛 以及被害人懲罰性的賠償金的請求權 那相關的這個提案的修正條文 交通部會配合大院綜合審查結果來辦理後續事宜 那最主要還是希望能夠遏制駕駛人違規矯線行李 達到酒駕駕駛人的目標 以上報告 現在請法務部蔡次長報告 現在請法務部蔡次長報告 可以說明並被質詢 請提供以下意見 敬請參考 為了惡阻不能安全駕駛的造勢行為 改變國人酒後駕車的不良習性 那提高刑法相關規定的法定刑來惡阻犯罪 這個已經成為我們全民的共識 本部正積極收集各方的意見 縱整研議具體桌前的方案 那麼參考外國法律的一個延續 這其中包括德國 包括韓國 包括日本 包括加拿大 以及美國加州 跟法國的相關的法律 這幾面 這裡面值得我們來參佐的 也就是比較趨近於國人最近 包括各位委員所希望能夠提高酒駕 尤其造勢致人於此 這個法定行動 希望甚至能夠比照 這個刑法上的殺人罪來處斷 那麼這裡面 那麼事實上在各國的立法例裡面 在美國加州 他有用一個 這個有定罪的紀錄 那麼被告曾經訴面後口頭表示 已經了解這樣的一個行為 會造成生命極度的一個危險 如果再犯酒駕 甚至就會用這個所謂的起訴謀殺罪 也就是說二級的謀殺罪 這跟國人的認知 也就是說是不是 這個一個人 久近程度到達一定 已經造成自己的行為 不能安全駕駛 那麼還把一個車輛開到馬路上 在那個行徑 形同殺人 所以最趨近的立法例 就是美國的加州 那麼這一個可以把被告 用二級謀殺罪來控告 那麼刑度可以加到 從15年加到五級徒刑 那麼相關政策的一個規劃跟修法的方向 那麼我們參照各國的立法例 用加重刑法方式來惡阻犯罪 那麼其實事實上 我們剛剛提供了各國的一個立法例 也不乏其立 那麼我現行刑法 150條之三 有規定到 治的女史可以判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麼治重傷也可以判處到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那麼這個法定刑 看起來好像是不符合目前來講 我們國人的一個一個需求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行度 是否要再提高 本部已經積極的研議 那麼大院的司法跟法治委員會 也有委員提案加重傷害行度 這個的一個提議 本部也將綜合燦焯研議 那麼有關於車輛加裝這個 酒精所的這個研議 那麼這個近期 本人將這個跟各部會 那麼來開會 那麼來研討 那麼這樣的一個具體的措施 是不是能夠落實 那麼酒後酒駕造勢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那麼僅靠刑法的單一手段 沒有辦法完全遏阻 那麼剛剛我們交通部 那麼部長跟主管師 那麼也說了非常的詳細 那麼有關刑法以外的多元解決方式 像加裝酒精所推廣一些 所謂的禁戒儲分 酒飲的酒後的禁戒藉酒的儲域 降低酒精使用造成的一個 身心理的傷害跟疾病 那麼改善諸多的情況 透過各部會的一個支援 那麼才能夠有效 根除酒駕的社會問題 那麼以上報告 敬請佐餐 謝謝 現在請內政部警政署王組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先生女士 還有各位媒體 各單位代表大家早安 警政署今天非常榮幸 曾邀到委員會來做報告 那大家都知道 酒駕容易造成事故 而且嚴重的事故 更造成家庭悲劇的發生 所以我們對於酒駕行為的取締 一直不予以利 那我這邊做簡單的一個分析 在107年的酒駕造勢死亡率 死亡人數有發生100人 那跟105年發生102人 106年發生87人 其實這近三年都將近有100人的死亡 那10年來統計它是有減少的 那受傷的人數呢 也有逐漸的減少 那這個趨勢 剛剛我們交通部林部長也做了說明 就是這幾年來交通酒駕造成的死傷人數 死亡加受傷是逐漸的遞減 那我們執法的部分呢 每年取締的酒駕案件都超過10萬件以上 那移送法辦也大概在6萬件左右 有 這麼多年來我們取締的建數大概都是維持在這個地方 那表示什麼 警察執法的強度啊 一直都有維持住 甚至有時候還更強 但是呢 酒駕的建數還是這麼多 甚至還有一些也沒抓到的 可見呢 這個酒後不開車啊 喝酒不開車 這個觀念呢 還是需要來加強 加強 加強 那麼這邊首先聲明就是 任何有助於 遏阻酒駕行為的修法 加重罰則或者其他可行的方案 警政署這邊都樂觀其成 那就是 接下來我們警察 日常在做的 就是我們每個月 有規劃兩次全國同步的酒駕請入 同時也要求各警察機關 你要針對你轄區 容易酒駕的時段 或者是容易造勢的路段 你在細部的去規劃請入來加強執行 其次呢 我們每個月或者是每季 我們會統計這個酒駕的 這個取締的這個數字 甚至於發生死亡案件的這些建數 給各地方首長去參考 希望透過地方道安匯報的機制 去要求各地方的交通、教育、工程、監禮 甚至於衛生還有警察單位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減少這個酒駕行為的發生 那第三強化宣導的部分 這個我們平常也都配合犯罪遺忘宣導 交通安全的宣導持續都有在做 另外一個比較做的比較多的就是 只要有發生A1的 就是說交通事故死亡的這個地點 當然包括酒駕造勢死亡的這個地點 我們都事後會邀請各單位一起去會看 看看這個地方是不是燈光不足 或者是道路工程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或者是標誌標線還要再改善 會看之後呢 有各單位做成結論以後 各以權責來辦理 這個是針對易造勢或者是曾經發生造勢的這個地點來做會看 最後 也是根據交通部的統計 酒駕的累犯 幾乎已經達到四成 三成多四成 我們一般民眾的觀念是警察一直在抓 警察抓這麼多 但是案件還是持續在發生 那這個呢 都是我們今後要努力的這個重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 同時再呼籲一下 我們各媒體各單位還是要再加強宣導 這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以上報告完畢 謝謝 接下來有關於國防部的報告 教育部的報告 衛生福利部的報告 請各位委員參桌出面資料 現在要進行尋檔 尋檔時間 出席委員8加2分鐘 列席委員6分鐘 暫定10點半休息10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於10點30分截止 各委員如有提案 請於10點30分前提出 以便醫師人員會整 中午我們會休息 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 政委員寶欽發言 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林佳龍部長 還有我們法務部蔡碧仲次長 還有請內政務部請政署黃組長 請林佳龍部長 請蔡次長請王組長 請蔡次長請王組長 先跟部長恭喜一下 老蔡謝謝 這個責任承擔 我想今天來談酒駕的現況 不過我看到這個報告實在有點擔心 我們看到機車的跟酒駕比例 跟汽車的酒駕比例大概是7比3 7比7分 那這個我們看到這個汽車 汽車酒駕三層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 他們呈現很大的不同狀態 什麼不同狀態 我們看到這個機車的部分 從7萬1到7萬到6萬6 那麼汽車的酒駕部分 反而都從3萬2 3萬3到3萬4 就機車酒駕是下降的 但是汽車酒駕反而是不減反增 這個才是我們最大擔憂的事情 那麼其他交通機也是大幅增加 105、105都大幅增加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就看到我們酒駕房子出現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到死傷的人數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從97年開始 上任到現在我們看到死亡的人數 是大幅的下降 這一點我們要表示肯定 我們可以看到97年的474件 一直降到今年 到去年的85件 到106年的85件 到107年的107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次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來 首度降至兩位數 這一點我們要表示肯定 但是我們知道對於 這種汽車跟機車 他們的才華不同 我們用相同的標準去才華 汽車跟機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騎小們兩的法則 跟開Benz的法則是一樣的 跟跑車的法則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造成才華的不同 所以我認為說我們對於 汽車的才華跟機車的才華 公司的增加 其實不一定反映它造勢率 所以我曾經在當台東市長的時候 我就希望說警政署 針對在執法上其實鼓勵 增加檢查 那檢查一增加 很自然的就會發現 有可能酒駕 所以不應該以檢查數 做為一個標準 來評比各縣市的表現 因為在很多的地方 它就是減少檢查 所以應該是把檢查數跟有酒駕數 這些數字要做一個整體的評估 來做為評比 這第一點 不然那個數字會顯得說 我們檢查就一個 就檢查比較多 反而是出現酒駕比較多 檢查不檢查 酒駕減少 對 這個方法論上 我是希望能夠檢討 我想我會來配合 這個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比例 你這個汽車總共檢查多少的比例 跟機車檢查比例 是不是把這個比例給我們 是 我們就可以知道修法的方向 分類裁法 我覺得委員提到的這個 情況 現在是有分 當然 大小車跟機車是有一些不同 那至於是否是合理 還是可以再加強 我現在意思是說 汽車上面應該再加重 對 這個方向我想 因為汽車 只要是發生了大的事件 對 都是汽車 沒有錯 對於汽車 它所造 酒後駕駛造成的傷亡 往往是比機車嚴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配合來研議 雖然目前也有不同 但是這個不同的程度 可能不足 我們會來配合研議 謝謝 對 那個部長 上次 我們在去年說 吳翁某當部長的時候 我特別提出來 希望能夠用酒駕專張 結果你們每次來的報告 我跟他 跟部長報告 每次來寫的連文字都一樣 對 吳翁某答應說要去研究 去處理 結果為什麼每次來 給立文的報告 通通一樣 都說酒駕專張 涉及刑法非常困難 是 部長你知道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們的行政法 行政法 現在處罰一直在加重 已經超越了刑法 是 刑法我們這個交通委員會 又不能修 所以其實我們講 設專張 不管是用刑法 還是用刑事法 還是用刑政法 我認為兩個 我們必須要去整合 不然就出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看到一樣的行為 認得多的人 看得少 5.5末以上是刑法 2.5到1.5是刑政法 結果刑政法划的 比刑法還重 這很奇怪 所以我現在說 部長跟這個 我們這個 蔡智長 你們兩個單位 要想辦法去整合 你行政 這個所有的專章 這個 要放在刑法 或者刑政法 應該做一個 很清楚的釐清 不然 撒來撒去到外面 都很奇怪 可以嗎 是 我了解 委員的關係 那我為這個問題也特別 去了解 那當然法治上 會有一些 困難之處 就是行政法跟刑法 如果要把它立專商 但是 我想立法 執法還有司法上面 怎麼樣有一致的標準 這應該是要追求的目標 這個部分 我想也許法務部 他們是專業 部長你不要知道你的下面在亂訓 沒有在做工作 當初的時候 在立法院 部長 都講說 回去會 開始來處理 又把這個報告拿出來 又完全一樣 一字不漏的抄下來 又講說 這個交通部 沒有辦法去負責行責 這什麼 講一對 都不是真的做工作 部長有問題在這裡 如果委員有更高的見解 在立法體力上跟方式上能夠解決 我們是很樂意來聆聽 因為現在大法官四線七七五號解釋 不能夠累犯 不能夠加重急刑 那剛剛我們看到 這個 我們的警政署 王主長 你剛剛是不是特別報告 4成以上是累犯對不對 接近 接近是38% 就是說 酒駕不是單一犯罪 是一直犯一直犯 一直累犯嘛 所以 這個問題 嚴重在這裡 嚴重在這裡的情形 現在我們的 大法官解釋 就是累犯 又不能夠加重急刑 所以我認為 部長 你怎麼說到酒駕 你認為人民是認為誰在主管 你認為 人民喔 你來自民間一定知道 你認為誰在主管這個工作 一定是交通部嘛 沒有啦 那個執法是 沒有警察啦 警察沒有不對 但是主管單位 大家也是交通部 不是法務部嘛 主管單位一定是交通部嘛 對不對 主管單位是交通部 因為是交通事件 就是那個管理 所以大家覺得主管是你也是 警察去執行 沒有不對 但是一定是你們在 負責 主管 現在你付出主管 所以我覺得 酒駕專長 應該有交通部來付出 元曾嗯 也是我們 有些判事罪人的這些東西 沒有啊 這個 交通大陸 這個管理 沒有啊 我們私人也是用行政法去 厝房 不是 我現在給妳 你跟案 謝謝委員指教 有關是不是用專章 其實我們交通部部長剛剛講的很詳細 其實這個部分重點不在於 就是說他是不是在專章 重點就像委員所指示的 就是他一些行政法到時候搞來搞去 因為刑法沒有配合的修正 反而這有一個以重以輕的狀況 那這一部分只要把刑法加重 這一部分就可以解決這個量刑的問題 那麼我順便補充一下就是說 我還在強調在這一次的道法官解釋 裏犯並不是一例都是違憲 它是裏犯一例加重才是違憲 所以這個重點特別要利用這個機會 跟國人來報告就是說 裏犯加重刑責並沒有違憲 是不分情節一例加重才是違憲 所以像我們這種酒駕 裏制的酒駕 這個一定可以加重 這沒有違憲 所以我在道法官會議的審理的過程裡面 我說我們道法官要接地氣 所以他沒有解釋 裏犯加重是違憲 是不分情節一例加重 比如說 你頭地一個 情節不同就可以加重是吧 只要是像酒駕這個情節這麼惡劣 怎麼不能加重 是說比如說有些人 有前科 但是他因為生氣再去拖了一個高麗菜 那這個情節你也給他加重 這不合理 市長我意思說 這就是說我現在講說 就是淨額關係不要讓它發生 這個我們會檢討 你現在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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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淨比較少 稍微的人發更重 結果淨比較多的發更輕 我現在就說 你們兩個單位要趕快配合起來 而且一起來 一起來處理 你不要講說這個交通 我們現在問題 這個整個處罰條例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修到頂了 就 反而是比你們的還高 是是 結果說 這兩個關的 我覺得你們兩個 要開始 我們要來處理 來最後一個問題 我請問部長 交通部長 那個 台灣鐵路滴銷要進度 現在 當然上次跟我講 一月份就要 環評會報告出來 那麼三月份還會送到環保署 這個 速度 我想請部長要注意一下 好 然後把這個 最詳細的進度給我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 請葉怡金委員發言 請部長 請您加總部長 來 第一張 第一張 來 委員好 部長 是 辛苦了 第一天 你看我們交通委員會多麼重視 酒駕造成的社會問題 治安問題 是 所以我們第一天就排 酒駕 但是呢我剛聽了 幾乎每一個上來報告的行政部門 都說道安獎席 我先跟部長講 我今天 完全不跟你談道安獎席 因為我在這裡已經講過 道安獎席是沒有效的 我就直接下結論 沒有效 因為道安都在幹嘛 都在滑手機打瞌睡 打瞌睡 打瞌睡 滑手機 教育要從小做起 到了他長大以後 要教很難了啦 甚至到了他有酒飲以後 你叫他再怎麼講習都沒有用了啦 到安獎席 到了肇事以後才去 還是真的 沒有辦法彌補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要討論 我們來討論其他的 來我們先看 剛剛大家報告了半天啊 我都很認真聽 可是呢我們酒駕處罰條例 酒駕違規 102年 現在的版本是102年修的 之前的版本 修加重喔 加重很多喔 到9萬喔 刑期喔 都加重了 有沒有效 來 下一張 其實我覺得 還是沒有效 部長請看 交通部是5年一次統計 有沒有 5年來一次統計 我們看看 一百零一年到一百零二年 五十八萬劍 再來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六年 五十六萬五千劍 一百零三年到一百零七年 五十五萬一千劍 表示 表示 每年都還有十萬以上的 酒駕事件 還不包括剛才 內政部 警政署 部長你 跟各部會講 還有其實根本是沒有檢查 人力不足檢查不夠耶 沒有零檢沒有 沒有檢到的 還不知道有多少 我們再來看 兩次以上的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累犯還增加耶 部長 這是你們給我們的數字 在報告裡面 所以呢 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的修法 所謂的 重罰 還是沒有效 才會有今天我們 各方都覺得 要來重新審視 那 部長 是 我認為這個是 觀念問題 我們現在講 我們現在告訴人家說 酒駕你如果喝了酒你就不要開車 你就坐計程車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多人會有僥倖的心理 我希望大家 用白話 部長 我認為你是最接地氣的交通部長 有史以來最接地氣的 因為從你的 背光 經歷來看 我認為 你是這樣 我相信你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其實宣導很簡單 只要一句話 九萬塊 可以讓你坐 十萬次的計程車 以上 差不多耶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一定要開車呢 一次 划你九萬塊 你可以 做 做多少次計程車 你就這樣跟他講就好 九萬塊 划金 甚至我們還可以再提高 你可以做多少次計程車 這樣一句話就夠了 你跟他在那裡道安講 其實講半天 沒有用的啦 但是 問題又來了 部長 台中也一樣有 我們那裡有偏遠地區沒有計程車的 很多耶 中南部 東部 我喝酒叫不到計程車 我們的交通運輸有問題 公共運輸有問題 怎麼辦 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談酒駕有三個數字要一起看 我知道 這個一個是執法的力度 就是你檢查數 第二個是你發現他酒駕的數字 這個 這一個 再來就是說 造成死傷的人數 這是下一個 我要跟你討論 部長我們針對問題 下一個我還會討論 我說 他想 叫計程車 但是叫不到沒有計程車 怎麼辦 來 今天可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解決我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提案 今天所有的委員 非常重視 第一天就給了問題 我給你們三個月的時間 把今天所有委員的問題 拿出來 重新 審視 拿出來報告一次 是 然後 拿出你們的版本 好 這是一個很嚴肅 但是 不是一個小問題 是一個大問題 我願意守法 但是 我沒有辦法找到 可以載我的 交通工具 好 來 下一個問題就是你要告訴我 其實今天 法務部也來了 大家講了很多 我 我的看法 跟前面政委員不一樣 我認為 酒駕零容忍 我沒有辦法接受 0.15毫克 我告訴部長 一個實力 我有一個裝腳 過年前 早上出去運動 結果 被酒駕撞了 現在還躺在醫院 現在還躺在醫院 他的酒測值 只有0.1 只有0.1 所以呢 我認為應該到 零容忍的地步 我在這個會期 這一屆的第一會期 一讀躺在那裡 還在躺 我的版本就是零容忍 我認為 要把行政法跟刑罰 進合起來 用刑法來處理 全部用刑法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 一開始就跟部長講了 你罰金 其實加重了以後 並沒有減少 變成我有錢 我就開嘛 反正9萬塊對我 搞不好跟在酒店的小費 差不多而已 我認為他們害怕的 是刑法的處分 我們看下一張 部長 我提醒你一下 你還記得 我認為比較有效的 是你提出來的方式 你開3B 我就沒收你的3B 你開勞思勞思 喝酒 我就沒收你的勞思來思 你開小貨車 也一樣沒入 你罰他現金 他有的是錢 你 全部 酒駕 部長 你在當市長的主張 你還記得嗎 記得 謝謝你 是 那你現在當部長了 你有沒有改變你的看法 沒有 我是支持的 好 非常好 那我們兩個看法 我們兩個看法一樣 那麼 是不是 我給你3個月的時間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給你3個月的時間 你開什麼車 酒駕 我就沒收你那輛車 這最快速 最有效 你說我只有靠這輛車在做我的生存工序 那你就更不應該酒駕 你說我有錢 我耍帥 好 看你多帥 你開什麼車酒駕 我就沒收你什麼車 管你什麼勞斯來斯 還是小貨車 是不是 你就不應該呀 不是嗎 我跟委員報告 當然這個執法上要配套 因為也有涉及到可能租車 或者是他酒駕但沒有招式 其他的一個情節的差異 我想這些都必須在執法上 一併納入考量 好 最後 部長 我還要再跟你討論的是拒絕酒駕 拒絕酒駕呢 我們看到 其實剛才 法務部 有說到 拒絕酒 酒測 不是拒絕酒駕 對不起 拒絕酒測的罰則呢 剛剛法務部有說到 說 等等的 要 要 這個 我們現在是罰酒萬 吊扣駕照 我一樣 我認為 其實 拒絕酒測 你就當他酒駕辦理 所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末入車輛 這不是只有妨害公務 拒絕酒測 這我認為 拒絕酒測 就直接當他就是酒駕 就直接當他甚至是嚴重的酒駕 要不然你為什麼 會拒絕酒測呢 不是嗎 部長 是 我們 參考 美國 或者 美國加州 或者是日本 或者其他 好 拒絕酒測的 這個 這個法律呢 也應該 我們也應該要參考 我認為 我們可以 再檢討一下 在這些相關的法律裡面呢 讓他一次 到位 不要再像之前 我們五年檢討一次 102年修法到現在 也七年了 事實數字顯示 我們並沒有 處理好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對新的部長 有比較高的期許 這一次我們好好來把它定好 那部長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決議 三個月內 我們第一天就做 交通委員會第一天 招委就 就 開了這個會 所以 行政部門更不應該再拖下去了 三個月內 拿出行政院的 版本 完整的版本好不好 好 然後再重新做一次報告好不好 是 好 好 謝謝 現在請 原委員寬恒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我想請交通部 林部長 請林部長 是 部長好 來 委員早 部長 這個是今天早上的報紙 是 這個 頭條 拼臨任 那 蔡總統 勢力多 這個 除了都更 容積獎勵之外 另外 補助計程車 換薪 從15萬 25萬 到30萬 不等 是 我想 這個 補助計程車 對於本席來說 本席是 絕對是表示贊同 我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 謝謝 但是 在這個時間 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 政策 那是不是就會讓人家直接聯想到 因為這個時間很敏感 3月16號有世襲的立法委員補選 再加上 2020年的總統選舉 已經慢慢的升溫 那所以在這個時間 來提這個政策利多 是不是 就是一個政策買票 另外 因為計程車司機走上街頭 包圍行政院交通部 那交通部 一直又沒有辦法提出對 Uber的一個解決對策 所以在這個時間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利多 企圖轉移焦點 那來影響這樣立委的補選 這個是不是一個 非常清楚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情況 部長你可不可以表示一下 好 謝謝委員 事實上 補助計程車太舊換新 以前就實施過 那現在 我們來擴大辦理 最主要是 面對計程車內外的過度競爭 我們必須要提到它 服務升級 那 太舊換新 讓車子有更好 讓乘客滿意 這個也是我們提升方案之一 另外像我們計程車的這一個 進階的教育訓練 提高素質 這都是 根本的解決 計程車跟Uber的 這個不公平競爭 除了要把Uber納管 這是一方面 我們最近也公佈了 運管規則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計程車服務品質的提升 車 人 還有一些設備 包括資訊系統 都應該納入 我們整體的方案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做法 不是為了只解決 機能車跟Uber 競爭的問題 而是要徹底的來 提高 服務 以乘客至上 公平競爭的原則 來擬定政策 好 部長 今天是你第一次的業務質詢 謝謝 那我想 從你卸下這個台中市長 到就任我們交通部部長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所以說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來接任交通部長 那也是值得恭喜 也算是升官 那我想就是說 在你就職不到一個月 2月8號 緊接著就發生了這個 華航機師罷工的這個事情 那我想要請教你 這個華航機師罷工 他在這個罷工的運量 其實在去年 就已經有這個現象了 那所以部長你就任之前 你知不知情 知情 而且我有個清單 而且還不只華航的機師 非常多工會 都在醞釀罷工中 我們一個一個在解決 能夠預防就預防 那麼它發生了 我們就妥善地作為基處理 那部長既然你事先就知情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 機師罷工事件造成了 社會嚴重的恐慌 對於華航的損失 我們先不談 我們先談就是說 它這個賠掉的這種國際形象 還有我們這個旅客的損害 這個不是一朝一夕短時間可以彌補的 像現在從發生罷工2月8號到它落幕 但到現在這個事件 還是魚迫當漾 其實在所有國人 所有旅客的心目當中 華航已經變成一個 如果要這麼講 華航這個品牌已經不大可以相信了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部長你就任前你不知情 不知道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另外一回事 那你知道了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但是處理的過程 處理的過程 我覺得說 這樣太離譜了 不曉得說部長你是因為 太過於輕視這個問題 還是說 你一開始就放任它去發生 放任它這個事情 事件去擴大 然後到後來 這個在要收尾的時候 變成說超乎你自己的想像 部長你可不可以做一個說明 謝謝 我跟委員報告 我做了幾件關鍵的事情 來做危機預防跟處理 第一個 當這個工會 他們要求交通部 來出面的時候 其實交通部不是勞資正義的主政機關 我們也承擔下來 第二個 那麼我們立即協調讓何阮軒 董事長 返回台灣 不然如果他沒作證 這個衝突會更激烈 第三個 事實上如同 勞資雙方後面講的 我其實在這個過程 都跟他們保持密切聯絡 包括在發動罷工前 那麼機師公會 理事長 李信彥 理事長 他後來 也爆料 我在他罷工前還打電話給他 我再跟委員爆料 如果用這個機師的話講 在他們進行第一次勞資協商 到交通部的時候 我分別接見了華航的謝總 跟這個機師公會 李信彥理事長 還有陳培培副理事長 我個別跟他們都談過 所以企圖拉定距離 那這整個過程 包括華航的應變計畫 還有這個整個對工會的溝通 透過包括時代力量 包括工會的前輩 我們做了所有的努力 所以最後 能夠達至這個結論 我相信 有些事情是需要一點時間 來解決 我親自主持三次的應變中心的會議 會場勞資在談判的時候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在我部長室 我都有遠端監控 我也沒命沒你啦 不是只有我才正式在現場 我請教你 不然我在後面做官司 他要怎麼在前線 剛才在現場在勞資 在協商的時候 你在部長室監控 那你一開始就不宜介入 所以一開始的不宜介入 到後來的直接在部長室的監控 那你自己就矛盾嘛 我現在就說 不會矛盾 你發生事情之前 你就已經 有了解這個事情 會發生 會造成社會的恐慌 會造成 勞資的糾紛 會造成 華航的損害 也會造成旅客的損害 那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分別接見了這個 所謂的 機司公會的理事長代表 也接見了華航的代表 但是 你就 讓這個事件去延燒 去發展 所以到後來 2月14號 你 這個協商完成 這個所謂罷工事件結束 是在2月14號 我記得你在 這個事後的記者會 你發表了一篇感言 你開頭就說 這是情人節禮物 所以讓人家非常的錯愕 就是說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華航的一個罷工事件 跟旅客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這樣子 這個 嚴重的損失 變成一個 所謂的 情人節禮物 這個先另外 先另外再說 我是說 部長你如果事先知情 然後任由事件發展 到後來造成了 三輸的情況 三輸的情況怎麼樣 這個 華航輸了 機司公會輸了 遊客輸了 政府不會贏 還是輸了 所以是四輸 好 這是四輸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老實講 因為我們 我跟部長 你擔任台中市長 我是台中市的委員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 朝夕相處 有時候一日速見 所以說最少兩三天 有個見一次面 那所以我 其實對你也有 非常高的期待 謝謝 那所以說 但是你一上任之後 擔任部長 我還沒來得及恭喜 那接著就發生這個 罷工事件 但是罷工事件落幕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只能夠給部長打一個 不及格的分數 因為 前後的差異 你事先知情 放任事件發展 到最後 這個罷工事件落幕之後 你的說法 這樣子讓我 老實講 多數人是沒有辦法認同 沒有辦法認同的 不要說這些受到損害的 這個旅客 他們這個心理 他們的受傷更大 那華航所賠掉的商欲 跟他的形象 交通部要用什麼方式 華航的現在的董事長 總經理他要用什麼方式 去把它修復 這也還是 還要日後還要再討論 那我們要看華航怎麼做 那另外 再接下來 我們今天最主要討論 就是酒駕的問題 那 我想因為時間不多 我直接請教部長 我們剛剛有分別 各部會都有報告 那酒駕的事件發生了 30萬 去年 去年 30萬4千多件 死亡人數 接近1500人 受傷人數 40萬5千多人 那 這樣子的一個 從取締酒駕到現在 為什麼再犯率這麼高 還是有那麼多人 領域以身釋法 一犯 再犯 三犯 那 歸咎這個原因 剛剛 很多委員也都提到 罰責太輕 絕對是其中一個 一個因素 那因為我們來比較一下 好不好 那個各國的 各國的 各國針對這個酒駕的一個 一個刑責 日本 一年以上 20年以下 對不對 新加坡 六個月罰金 然後呢 這個刑期加倍 覆蓋鞭刑 那香港 最高處10年 加重 接近15年 中國 三年以上 7年以下 最高可判10年 那另外 像在 德國 那個 美國加州 可處15年到 無期徒刑 那另外 德國的話 所謂 他們有 可處5年以下 或者是自由行罰金 那法國的話 10年徒刑 555萬的 罰金啦 所以 我們不是說 中罰 就一定有用 但是你不中罰的話 完全沒有辦法嚇阻 你說他 這個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一犯再犯再犯 再犯力那麼高 是因為他身心 這個 所謂的說 怎麼樣 他的 自治能力有問題 但是如果 當他9歲的時候 你叫他自己把自己的手剁掉 他 他敢剁嗎 對不對 他絕對是聰明 他不會剁啦 所以說 簡單說就是 他對於 酒駕這個事情 他就是有 再犯的勇氣 反正就是說 他 剛剛也有 也有 我聽到 也有人在 在 提出報告說 我們 40萬 30萬 4800多件 當中 還有很多是漏網之魚 還有很多是沒有茶器的 像這種情況 就等於是說 讓這些酒駕的人 尤其是再犯的人 他明知不可違而違 還是身上綁著炸彈 等於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隨時處在人群 當中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我們直接 直接講重點 就是說 部長 如果 我們把它 直接 除了罰金提高之外 我們就是 我建議說 酒駕 獨駕 加重其刑 我們可以比照 比照其他的國家 然後呢 如果致人於死 或者是重傷 重度的傷害的話 直接以 殺人罪 的方式 來做一個量處 部長 你的看法 好 我們都會納入 委員的意見 來做這個 整體的 檢討跟評估 好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李昆哲委員 質詢 謝謝 謝謝主席 請林嘉隆 部長 陸正師 陳市長 請林部長 陳市長 蔡次長 蔡次長 還有 衛福部 學�部部 哦 錦鎮署 了 王署長 部長 酒駕的問題 是社會 最注意的一個焦點 因為每一次的酒駕造勢的事件 造成 無辜的人傷亡 造成家屬 永遠的傷痛 更是引起社會 共同的憤怒 當年在101年 因為葉少爺的事件 我 還有蔡其昌委員 趙天寧委員 共同提案 修改刑法第185條之3 將刑度 提升到3年以上 10年以下 但是 酒駕的問題 仍然是非常的嚴重 現在社會大家 大家的共識 就是認為 在刑法的責任 必須要嚴厲 而且要提升 那今天 我們看到 各部門的報告裡面 提到 酒駕的整體數量 略有下降 是這樣嗎 我們每年 警政署 所取締酒駕超過違規的 還是有10萬件以上 在 103年的時候 酒駕受到取締 而且移送法辦的 是有6.7萬件 107年 仍然有5.7萬件 是已經 酒駕超標 要移送法辦 在 A1內 造勢的事件 就是24小時內 不幸死亡的人數 106年有85件 107年 有96件 上升了 12.94% A1內所造成的 死亡人數 106年有85人 107年 提升到了100人 如果是以30天內 死亡來作為一個基礎的話 107年更高達 168人 今天 我們的 警政署 提到酒駕的整體 是有下降的 我感到愧疚 因為每年 還是超過10萬件以上的 酒駕違規 還是有超過 5.7萬件以上的移送法辦 這代表街上 有10萬顆盲目的飛彈 在亂串啊 隨時都會造成 無辜的路人 無辜的民眾 受到死亡的威脅 警政署 我要特別的提醒你 酒駕的整體 並沒有下降 我先請教一下 警政署王組長 我們現在針對 我們現在針對 九策的零檢 在警政署的規定 全國性是兩次 每個禮拜 每個月 每個月兩次 然後各地方縣市政府是四次 就說至少每個月 各地方縣市政府至少有六次以上的 九策的零檢 是不是 來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舉辦的全國性的 同步的取締酒駕前路是一個月兩次 過去是四次 那後來因為各城鄉的差距 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警察局 他們狀況不一致 所以我們在同步取締的這個時段上面 就要把它錯開 後來我們就授權給各縣市警察局自己去規劃 那麼據我們的了解 各縣市每個月可能在六到八次之間 至少六至八次 那我現在提醒王組長 在過去 在交通法院所提醒的 多利用九策的這個指揮棒 就是在機車的 這樣一個九策的 這個超標啊 也是高達七成以上 三成是汽車 七成是機車 那在 斑馬縣紅綠燈的時候 我們快速的讓民眾來吹氣指揮棒 這個部分 我們有添購或是實施的狀況 如何來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對民眾停等紅燈的時候 我們員警過去拿著酒精感知器 這是初步感知的 到車陣裡面一個一個去感知 這個在警察執檢行使法上面是不允許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把這個民文禁止我們同仁 不分差別的在停等紅燈的時候到車陣裡面去查這個酒降 但是我們必須回歸到我們警執法的規定 設入檢點 設酒測點 來做預告 然後有這個民眾經過的時候再來做正式的 總部組長 我還是具體要求我們要嚴厲的執行 相關的酒測零檢 是 交通委員會或是學者或是官員有提出 這樣的共產者 如果他是主動要求要搭乘酒駕者的車的話 他也要受到處罰 韓國 他也有相關的做法 但是他區分為良性跟惡性的共產者 良性的話 就是說他未成年 或者是他有勸阻 這個酒駕者不要開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是惡性的 就是有駕照 而且是清醒 但是他不肯開車 沒有開車 或者是 他借車給酒駕者駕駛的人 就會受到相關的處罰 那當然 討論到 是否陪乘者要納入處罰 這就是所謂的連坐法的時候 是不能無限上綱 這個嚴格的要限制他的條件 最基本的就是在於 明知 他知不知道 他有喝酒 這個部分來請部長說明一下 是我想如同委員所說 因為 這個同乘者 他的這個 是不是明知還是不知 以及他是不是有這個 能夠阻止的能力而沒有阻止 包括他也可以駕照 有可以行使 我想這個都應該納入 我想社會 對這個連坐的討論 這個希望附帶一些責任 來這個 約束跟防範 但在立法上 怎麼樣能夠做到 這一個程度 的差異 這一個規範 我想這個是我們還要爭 也要跟法務部啊 好 再來進一步 我現在請教一下法務部蔡次長 就是說 不能無限上綱 最基本的認定的條件 就是在於 明知知不知道 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而且處罰的程度 必須跟酒駕的行為人有差異 請教一下法務部的看法 是 因為 畢竟他不是行為人本人 那我們現在之所以要做這樣的一個區分 就是說我們刻以他一個責任 那麼因為 有些人呢 明知他這個 酒精程度已經 已經到一定的 這樣不能安全駕駛 他把車子借給他 或者是說 有一些啊 有一些這個 這個 相關的一個 一個 共乘者啊 那麼這一部分啊 去 明知道他已經不能安全駕駛 還去鼓勵他 像這樣一個處罰程度啊 在行責上面啊 或是行政責任啊 這有一些區格 好 謝謝我請教一下 警政署王組長 相關的 連坐 共乘者的這樣的一個判定 我們在執行上 跟判斷上 有什麼問題 來請簡單說明一下 是的 那個 這部分啊 之前在交通部 還有在上一個 上上個會期 在貴院審查的時候 就曾經 提到 這個 這個 乘客 也就是 除了駕駛以外 同車的這個乘客 連坐的問題 但是這個將來 在執法上面 會有牽涉到 他連結上面的困難 好比說 之前有討論到 未成年的 或者是70歲以上 就沒辦法去約制這個駕駛人的 另外一種就是 他的乘客 他的乘客 是不是有盡力到了 勸導的這個責任 那就沒辦法舉證 沒辦法舉證 剛剛都有勸導他不要開 但是他還是開了 我們都有盡到這個義務了 那這個 將來要去連結 處罰到這個 工程的乘客的時候 這舉證方面可能會有 執行起來會比較有困擾 好 接下來我請教一下林部長 就是在過去我們提到 推動代價的一個制度 是 那在過去也有要求 交通部 陸政司請 預言所來做相關的規劃 那據我所知 目前是以消保法的定型化契約 來做一個基礎 相關的 一個 制定的過程 啊 我要提醒 陳市長 我們要確定 確保安全為前提 是 那相關的代價制度 必須要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 代價的人必須要有職業的駕照 第二 收費要明確 第三 也要有相關的保險 跟責任的一個問題 來請陳市長簡單說明一下 好的 是 好 跟委員報告 目前就是說 我們運援所已經有收集 國外的一個資料 確實就是說 對於代價者 他的一些相關的權利義務 我們目前是就是說 用消保法裡面授權 也就是說 他們之間的一個定型化契約 跟相關的印記載 不得記載事項 所以對於就是說 他負責要代價的話 包括他的資格 還有收費 還有相關的安全的部分 我想 我們會在這個定型化契約裡面 來規範 這在過去 我要提醒林部長 在美國1980年代 哈佛大學的公共健康中心 就在推動相關的代價制度 作為一個推廣的目標 韓國在90年代的末期 就開始發展代價制度 目前已經有7000多間的 代理駕駛公司 大概有10萬名的駕駛員 每天服務大概70萬名的 這樣的一個顧客 那到假日的時候 更是高達百萬名的 這樣一個服務的客戶 就是說他的代價有一定的成效 那日本在2001年 也制定 汽車代價業的相關法例 那代價之後 從2002年到2012年 也看到相關的成效出來 在2002年的時候 他的死亡人數還有高達千人 到2012年已經下降到256人 這個都請交通部來做相關的規劃 我在這邊 還是要再提醒交通部 法務部還有警政署 我們每年 還是有超過10萬顆以上 麻木的飛彈 酒駕的飛彈 在街上亂竄 造成重大的傷亡 每年 還是至少有將近6萬件 是要移送法辦的超標 狀況這麼嚴重 在去年 更是高達 A1內24小時內死亡的人數 高達100人 30日內死亡的高達168人 我們沒有臉沒有資格去說 酒駕是有下降的 我們都必須擔起最重要的責任 來防範酒駕再次的發聲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請林俊憲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本時邀請我們交通部林部長 請林部長 法務部我們的蔡次長 請蔡次長 部長 是 早 委員 今天我們在討論酒駕的問題 是 這是我們台灣社會 我想非常清楚的 大家身惡痛厥 零容忍 同時也是政府所宣示的一個 重要施政的目標 那本席大概是第一個 那我也非常堅持 我認為 一定要提高法則 而且在於 酒駕致死 你只要違規酒駕 開車撞死人 就要等同於 不確定故意殺人罪 那本席 完成了 相關的法案 提案 以及連署 本委員會 我們黨的同仁 也都 一起 來提出 這樣的一個法案 同時 孫生章院長 也提出 他也認同 酒駕致人於死 等同故意殺人 那本席 除了在本會期 完成這樣的 修法 提案以外 更希望 我們相關的部會 尤其像 法務部這裡 我們交通部這裡 針對酒駕問題 我們必須做一個更 全盤的一個檢討 尤其在法律規範的 重言 處罰上面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除了剛剛我們集會委員提到的 其實我們酒駕 違規的案子 居高不下 每一年都有10萬件 每一年10萬件以外 更嚴重的是 累犯 以最近5年 5年的資料來看 你每一年累積的10萬件裡面 在5年內 大概會有20.5%會再犯 這犯第二次喔 那犯第三次 以上的 也超過10%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表示說啊 根本 以目前的狀況啊 執法狀況也好 或者是我們法律的規範也好 我認為是沒有辦法嚇阻 或甚至啊 保護啊 大多數無辜的 這個善良的人民啊 所以部長你看看啊 你提供的資料裡面 雖然你有說啊 酒駕死傷人數下降 但是啦 別忘了啊 我們交通部 給我們的數字看得更清楚了 除了每一年都有超過10萬件的 違法件數之外啊 同時啊 犯一次以上的 也就是再犯率啊 的人數啊 有兩成啦 20.5%啦 違規的件數啊 再犯率啊 有將近四成 百分之三十八啦 那這個落差 就是因為有的人是犯兩次三次 四次啦 我不曉得部長對於 這樣的一個酒駕狀況啊 我想部長來自於基層民間啊 更應該感受到啊 人民對酒駕的生物痛絕 以及沒有辦法容忍 希望政府有所作為啊 希望國會 能夠修法的 這樣的一種 心理期待啊 是不是請部長發表一下啊 就是說 是不是在我們這個會期 我們應該就要完成相關的工作啊 能夠回應到人民的期待以及要求 是啊 感謝委員喔 我想從修法的方向來講 不管提高啊 滑環的額度啊 對於累犯加重處罰 或者是說啊 對於這些像刻意這個懲罰性的賠償金 好的 那麼以及呢 吊銷執照啊 而且增加不得再重考啊 的一個啊 期限啊 當然包括一些啊 包括酒飲啊 的治療啊 甚至啊 陌路車輛啊 乃至於講習啊啊 來這個啊 這個方面來加強教育 這個都是啊 大的方向啊 我們交通都持這個支持的 啊 立場 那麼 其實啊 酒駕 尤其是債犯 我想是很蓄意的 那 那我們窮盡一切法律的 跟 跟教育 相關的宣導以外 包括治療 來來進行 那麼 我們也發現有一些 即使你把它吊銷 這一個 呃 駕照 他仍然駕車 而且造勢 甚至至人與死傷 這種情況 那很顯然 這個違法 就是 等同 啊 這個 殺人 這個 這個情況是 是大家 我想社會上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啊 輿論的共識 我覺得這個方面 啊 在立法上面啊 啊 適當的來反應 所以部長你大概看到這個問題啊 我們一年大概有十萬件的 違法 違法的酒駕 其中啊 百分之二十啊 的人啊 會在五年內再犯 也就是說你每五個人 有一個人 他五年內會再犯酒駕 那每 五年內啊 大概有 百分之十二啊 他會再犯第二次以上 所以我們才認為說 這樣不提高 不提高刑法 也就是說要延長啊 他跟社會隔離 要保障大多數無辜的善良人 如果我們以不確定的故意殺人罪來論處的話 你只要酒駕撞死人 就是處死刑 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的徒刑 如果自人重傷啊 那就是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這是我們這次修法 刑法 第185之3條啊 本席的一個提案 那同時 剛剛部長你也講到一個重點 除了我們刑法的修法以外 在你部內 你交通部裡面 你所該管的 那就是道交條例啦 那道交條例 我們交通部可以做哪些事情 你部長也講出了相關的重點啊 大概有中國道我們剛剛幾位委員 他們所發言建議的 比如說你要處理無照酒駕 無照酒駕啊 部長你知道大概建數有多少嗎 我剛剛看到也很難想像喔 你已經沒有駕照了 你是沒有駕照 根本就是連開車都不允許的 而且還喝酒開車 那這些人很多都是因為 你之前已經有前科了 酒駕前科 那你的駕照被吊銷或吊扣 這樣每一年啊 每一年 大概都有一萬多件 部長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嗎 是 就是說 你無照駕車 這已經算是很嚴重了 而且還酒駕 哇這個真的是 可見了 目前啊 這種 道路使用啊 受到酒駕 者 的威脅啊 這個情況其實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我是不是跟委員 如果就這個無照 無照駕駛 而且還 酒駕造勢啊 像這種 考量是不是車輛末路 我想這個社會是有很強的這個共識 就是在執法上我覺得宣導啦 或者事後的教育當然很重要 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有一些處罰很明確 其實它是最好的教育跟宣導 這些個案如果被處罰之後啊我想很多人就會知道 而且不能講說你就不能夠以身釋法嘛 部長啊 去年2018年啊 酒駕裡面啊你是沒有駕照的 有一萬五千五百多件 佔所有件數的百分之十五啦 嗯 也就是剛剛像李昆哲委員提到的 每一年都有十萬件的違法酒駕裡面啊 竟然有百分之十五啦 就連上路的資格連開車資格都沒有的 他根本沒有駕照啊 這虛意 有點是虛意 那他很多人大部分啦 你查到原因都是因為他之前就有錢哥了 他酒駕 駕照被吊扣或吊銷了 所以我們覺得 從多方面 交通部可以做的 像罰金罰款的 罰款的提高嘛 因為剛剛你也特別提到扣車 我認為應該要末路車輛啊 在本學修法裡面我也特別提到啊 你只要自然於死或重傷 那你的車輛不管是不是造勢人的 法院都有權力宣告於末路 我記得這樣的一個主張啊 部長你在 去年五月啊 你還在台中市長任內啊 針對酒駕你就有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對 那這個在我們道交條例裡面 我們交通部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修正 像聯作法 聯作法就是賠程 旁邊乘客啊 有沒有負年代責任 或者酒飲的治療 代價服務的制度化 等等啊 以及剛剛我們也討論到了 希望我們的司法單位啊 警察 能夠加強零檢的頻率啊 在所有的調查裡面啊 在所有的調查裡面啊 警察的強 著強力執法啊 是最有效果的嚇阻啦 這在很多的學術研究裡面都有提到 我沒有時間的關係啊 沒有辦法讓蔡市長 是不是給我一分鐘 我請蔡市長來回答 就突然啊 當我們在討論 要提高 以及修 修法來嚴懲酒駕者的同時啊 有個大法官的事件案啊 對於連續犯啊 壘犯啊 有抵觸憲法的嫌疑啊 讓很多人啊 來質疑 那是不是現在的政府啊 打假球啊 對於所謂的 要加強啊 處罰酒駕者啊 那這個是不是有衝突 是不是請蔡市長說明一下 再一次強調 這一次的大法官會議解釋 對於酒駕 要加重其行 絕對不衝突 大法官會議解釋的前文是 不分情節 一例加重違憲 但是我們這種再次的酒駕 這種惡性啊 是全民所共知的 這是大家的共識 我相信 所有司法人員 絕對不會對於再次的酒駕 認為說這個 駕重其行是違憲 好 謝謝市長 也謝謝你 對這些重點的一個提示 我想你講的也非常清楚啦 好 那我們謝謝 謝謝林部長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現在請同慧珍委員發言 同慧珍委員發言完畢 好我們陳歐柏委員發言完畢之後休息十分鐘 主席 好我這裡有請交通部長還有法務部長謝謝 請林部長請蔡次長 是 酒後的駕車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問題 只是我這個沒想到就是台灣的問題真的比大家嚴重很多 當然可能因為我們台灣是地小人稠 道路也比較狹窄 所以很多這個酒後駕車事故的發生就層出不窮很嚴重 這是我們長期面臨的一個社會問題 基本上我看到台灣對於酒駕的罰則一直的加重 內政部甚至於有這個酒駕的三鎮條例 什麼叫三鎮條例 就是說五年之內如果酒駕達到三次 就不可以判處醫科罰金 一定要入監服刑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三鎮條款之後呢 我們打開新聞大家還看到還是很多人的酒駕啦 那這個酒後造成死傷 造成我們的監獄人蠻為患 那根據法務部的統計 我收到資料是 目前的這個矯正機關核定的收容人數呢 是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三人 那實際上收容人是超過了六萬多人啊 這個超收的比例高達了百分之七點四 所以事實上一直在收容這些人數 一直把人關到監牢裡面去 好像也不是一個萬無一失的解決的好辦法 所以在這裡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法務部次長 你知不知道目前有多少 這些收容人數裡面 有多少是因為酒駕而入獄受刑的受刑人 法務部有沒有統計過 還有這些人受刑入獄服刑之後 他的這個釋放出來的再犯率有多高 那其實現在確實在監所裡面 那麼所服刑的這些人犯裡面 有很多的都是酒駕造勢的 那麼這一部分 事實上所以我們一再呼籲 這一部分的一個再犯 當然我們本身堅守的一個處意也要去檢討 但是有些事實上 一犯再犯的這個法官的量型也偏低 所以諸多的狀況不能靠單一的這種把它關進去就算了 所以我們剛剛部長也也採取了非常多樣的這樣的一個配套的措施 我個人也會去主持包括像酒精手類似這樣的一個處意的一個方案 所以未來我們各部會之間的一個協調 那麼一定可以盡量把這一個問題做一個完善的處理 謝謝 是 那麼因為我本席本年長年都是履住在國外 其實國外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我不知道部長跟次長有沒有考慮過 也許我可以舉一些例子來做參考 這個加拿大酒駕的初犯最低是罰一千美元 還有一年就不能夠開車 最低的刑期是罰30天 如果他再犯最低刑期是30天 還有兩年不能開車 如果三犯是最低四個月120天 禁止三年不能開車 那德國也有分出犯、再犯跟壘犯 其實在海外很注重的是再犯跟壘犯的處罰 那除了這個行政法源以外 吊銷、駕照還有扣點 而且在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如果你有酒駕的紀錄 其實政府的REC裡面都會顯現出來 這個酒駕的人再犯之後 他要去公職人員找工作 不管你是擔任什麼計程車 或是你要去公務機關找駕車 甚至於你要擔任公務人員 在場所有的申請公務人職的 你只要有過酒駕紀錄的 在美國的REC一顯示出來 你是不容易找到公職人員的工作 我覺得這一點可以作為台灣的參考 因為事實上這個REC永遠跟著你 如果你一旦犯了這個酒駕 對你來講就是很不好的REC 這可以讓年輕人開始就會注重 保持自己一個良好的行為紀錄 在美國這個行為紀錄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說我被罰完了 罰過錢了 我就沒有這個REC了 而是你要從小就提醒他們 這些REC是終身都跟著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很重要 另外呢 美國也有用一種叫做這個 汽車發動酒測系統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就你坐進車裡面 你一呼氣 如果超過標準值 這個車子就不能開 我覺得這個系統台灣也可以 因為台灣人就是 我覺得是民情啦 大家就很習慣很開心 比如逢年過節都要去喝酒 這個大家勸酒的人很多 那你勸完酒你去喝 你這個呼吸其實就是 這個如果不能開車 也許這就是一個 一個蠻直接的方式 因為你呼氣嘛 有的人他不就說 我沒有啊我喝的不多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我沒有喝醉 可是事實上其實已經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酒測的這個酒測系統強壯 我覺得這個是 也許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林部長還有公路總局 我們交通部有沒有研你 像這樣的一個測措施 進度到底什麼程度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說這個其他 不容易實施的這個地方 可以說說明一下 謝謝委員 我想本部在101年到106年間 都有相關的研議 當然近期跟法務部 應該這週 我們也已經就是 已經定好要開會的時間 我們會進行研商 參考剛剛講的國際的標準做法 那一些包括因為這個技術性的問題 直法上也是非常重要 謝謝 好那另外就是還有我們 我看今天今晚會有列席 我也想提幾個建議 目前我們的強制責任險 是說如果你從2014年3月1號 就已經是說 如果你去年有違規 然後你的這個保險就會加錢 對不對 一三千六百塊加 你違規一次就加一千一次就乘以一 違規兩次乘以二 但是這個保費的這個罰元實在是太低 我的建議是說你要增加這個保費的增加 因為你才發 你就算我才犯三次酒駕 我才加罰10800 事實上真的沒有感覺 對民眾 酒駕民眾來講是沒有感覺 所以我言你說 我建議我們增加的保費呢 增加的這個費用 也不應該就是政府拿去了 我覺得增加的費用 跟這個醫科罰金的錢 都應該拿來成立一個叫做酒駕的被害人基金 然後呢 利用這筆錢來作為這些酒駕的受害人 事後的心理輔導 或者是諮商 或者他的生活重建 有很多受害人 他可能受傷以後 他的家庭都沒有辦法維持 我覺得增加的保費 跟這個醫科罰金的錢 都應該來做這方面 甚至於還可以邀請那些受害人的家屬 來這種上課 來給這些酒駕的人 他們要做這個 因為很多人後來去受訓什麼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可以加錢 然後邀請他們來做這個心理 同理心的一個說服 看他們能不能不要重新再做 另外衛福部 今天也有練習 對嗎 衛福部可不可以答應本席 我希望兩個月之內 針對酒駕者 你說繳納的醫科罰金 跟強制責任性增加的保費 你提出一個酒駕被害者基金的一個可行方案 好不好 兩個月給我一個書面的報告 我想要知道一下怎麼可以做這個 最後一點我想要講到 在海外對於這個酒駕跟藥價 藥飲藥 藥飲沉浸 就是那個Dracalix跟那個Ecoholic 這些人 他習慣吃藥跟喜歡喝酒的這些人的防治 好像台灣不是非常的重視 我要呼籲是 在海外每一年 我知道美國就一年提出150到250億的錢 都是專門在研究這些酒飲或是藥飲的人 那這些人呢 台灣因為現在 酒飲跟藥飲好像沒有 保費都沒有去cover這些人 他就是說可以去做他的這個防治 或者是幫他們改正 反而在他們這個酒飲跟自飲以後了呢 他們造成了很多的傷害 比如說他造成憂鬱症啊 肝硬化治療 那你這健保就給付他們 可是在之前呢 他們並沒有給付喔 就健保不給付他們的這什麼藥飲 戒除藥飲或戒除酒飲 我建議 就是說這方面可能我們也可以來討論一下 是不是讓這些人在之前要戒藥飲跟戒酒飲的這些人 也給他健保的給付 能夠讓他們來戒除這個飲 好不好 那我希望 照衛福部現在的病 政府一定要對這方面給一個延續 就是預防大於治療 你應該要在他還沒有這個正式成為傷害自己身體的時候 比如說他身體出現狀況 你才去給他這個健保給付 你在他之前他有藥飲他有這個酒飲的時候 就應該要給他健保給付來防護 好謝謝 謝謝 現在請陳歐破委員發言 陳委員發言完畢之後休息十分鐘 謝謝主席 請了請林部長以及 請您部長 務部 蔡次長 請蔡次長 其實我都看在眼裡面 很辛苦 這中間的辛苦 其實很值得 我們史上第一個機師罷工的一個過程 當然是付出很大的代價 但是這個是很值得 這個我們大家來學習的一個社會公共勞動關係的一個在世的審視 事實上大部分的民意的反應是認為這是華航機師的無預警的至少在社會上感覺像是無預警的這樣的罷工造成社會上很大的負面的觀感 那政府呢也做了最大的努力也蠻理性的齁 除了這個有一些具體的上的一個成果啦 我們也就是說這個加東的事這個各項的工作很繁重齁 所以我想說就這個機會跟部長我們赴免齁 因為我長期也在加東委員會 接受民眾沉寧最多的事齁 那從民眾的反應裡面呢 我們酒駕齁 以及我們毒品的這個狀況 是民眾一直期待政府能夠提出積極作為 那今天我們討論酒駕齁 我們就談針對的部分啦 剛剛有討論到酒精所啦 或者是部長你自己提過啦 酒駕的車輛末入啦 或者是說我們酒駕的專張等等的 就是我們修行政法或修刑法 這些都是我們考慮的對象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就是說 我們這麼多的努力 執行一面怎麼樣 我們今天談修法 修法之後怎麼樣 是我們現在的法令不足還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要討論一個議題說 到底我們法院在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個法官的這個 這個 侵判呢 是造成酒駕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個部分到今天早上都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我特別先把它提出來 所以如果說我們這個檢查單位 或者是我們警政單位 這很積極 或是交通單位也主管機關的立場 已經做了一些應有的作為之後 我們送到司法單位去 法官侵判的話 法官為什麼侵判 一般的酒駕案件裡面 地方法院的量刑 百分之九十八呢 是六個月以下 這個是目前的數據 那 這個 法院侵判呢 這個是事實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這麼重的一個 一個判的部分 這個 所謂的一個刑度 但是確實呢 我們在法院的部分呢 有這樣的部分 是不是也借用兩位首長 呼籲一下 我們這次相關的會議裡面 這個法院的部分的這個 這個部分是不是能夠 來重視這個問題 重視人民的心聲 那我也認為說 是不是未來應該來更嚴謹 來訂定一個 法官量刑的參考基準 或者的話 法訂定了已經有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 在九十八方面已經 在相關的刑度方面 是已經比較很重了 比到其他呢 不屬於其他國家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是這樣子 其中很大的關鍵 我認為是法官侵判 法官侵判就是一個 那個 請次長 那個 你們相關的 這個 會議裡面 能不能提出你的法律的見解 這個部分怎麼處理 我個人認為 現在很多老百姓 那麼對於這個 我們司法不滿意 其實他們大部分都不太去 關心那個法定型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法官量處的這個實際上 要不要將這個人關進牢籠裡面 還有他要關多久 這是百姓在乎的 所以 對於這樣的一個 百分之八十都是判六個月以下的 這個對 百分之九十八都判六個月以下的 那這個當然沒有辦法發生 嚇阻的作用 所以我個人是一再的強調 那麼法官啊 他要接地氣 那麼對於有一些案件 判處的這個行動 一定要能夠真正達到 那個一個警惕的效果 那麼也讓老百姓啊 對於這個法律的感情能夠接受 這是我的看法 對因為我們司法的改革 這一部分其實造成的名念很深 所以我今天藉這個機會 我也特別要求 我們在行法修的時候 能夠把那個最低行的能夠提高 而不是把那個潤級提高 把它放大 是把低的往上提 這才實質意義啊 否則他永遠是輕判啊 判最低的啊 這個部分我們在修法的時候 都要注意這一點啦 好不好 那第二點我想說 那個 剛剛有提到酒駕鑽鑽鑽 既然政府要來面對 這樣酒駕造成社會的一些 民燃的問題 甚至財產生命的損失 我們這些 我們是不是政府能夠盡快 提出來 不要研究研究好幾年了 其實我在加東委員會已經談了好幾年了 酒駕鑽鑽我早就提出來了 幾年前就提出來了 那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 你們 有交通部呢 提出來 邀請相關 競速把這個 專章也好 這個部分有個定案 否則我一直在那邊談 每年也是一年一年這樣過 是不是請部長跟 法務部跟交通部 盡速針對酒駕的專章 跟酒精鎖 定一個期限 到底要不要怎麼做 否則一直研究啊 好不好 部長能不能承諾 或者是市長承諾一下 我酒精鎖的部分 這個禮拜 就 大概是在禮拜二 我們就會造成相關的部會 他們來研議 那麼我特別要跟委員報告 那麼我到任以後 其實我們對於有關的 所有一些法案 我們都是積極去處理 那麼在大院裡面也可以感受到 那麼包括現在這個有關酒駕 酒精鎖這幾個配套的措施啊 我們一定會見極理極的來處理 謝謝 好啊 酒駕專章呢 你們怎麼看法 酒駕的專章啊 因為這是剛剛部長也講得非常的詳細啊 這裡面涉及到 行責跟這個所謂的行政責任啊 這兩個一個的的進和問題 但是我個人的淺見認為 關鍵點不在於說 專章 關鍵點是在於他的 這個 行政的責任 行政的處罰的提高 那我們的相關的行責有沒有跟著提高 那這部分如果說相關的行責沒有跟著提高 就會造成以重以輕的這種現況 那目前來講我們已經 根據大院啊 很多委員的一個提議啊 我們在刑法修正的時候 要來把這個法定型來提高 所以不會訂定酒駕專章 會從刑法方面來做修訂嗎 因為這牽涉到很多的一個問題 因為目前來講當然有委員提到 有包括食安法的 有設定的一個專章 其實事實上有關這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啊 跟我們刑法裡面啊 適不適合在哪一個領域裡面 去設一個專章啊 這會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問題 這個我也同意啦 就是說 大家不要每次討論 要討論到九號專章 好像這個是 政府好像不做 或者是要在研究 一直在拖時間 如果像具體 像次長這樣講的話 我能接受 就是我們認為 九號專章可能 刺激到怎麼樣 哪個層面問題 我們認為來修刑法 這個我同意啦 就是 至少我們拿出策略出來 然後 不要這個 酒精鎖到底 已經討論那麼久了 是不是適合 不適合我們這個 剛剛講說 我們現在怎麼樣來弄 好不好 有一套有效的辦法 跟人民講說 我們這裡的決心 能夠有效來遏止酒駕 這個造成的所謂的車禍 等等一些作為 我這樣 這樣才有感啦 所以我部長 我最後我也再提到 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 酒駕車輛的末入的問題 如果有效的話 確實是可以考慮啦 確實可以考慮 因為台灣就是這樣子啦 這個 現在這個 過有不及啦 我認為喔 在處理在民間的方面喔 民間過一點耶 也沒關係 否則的話 你看社會的氛圍 今天所有討論的 委員的 行政大概就差不多 因為他們接受到 民間的感受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第一線 當市長的時候 有這樣的想法 我也支持 到底要不要酒駕車輛 不要默入 這個也請那個 部長喔 這個 內部趕快討論 把這個 這個行政措施 要怎麼做 我今天 所有的發言就是說 大家都幾乎都有共識 要 降低酒駕 要 這個 酒駕的部分 要好好的做處理 降低民間 所以我們 共同的 目標一致 它現在是行政的效率嘛 我們 部會之間 我們 立法院已經有高度的共識了 希望都好好的處理 那接下來就看我們 部長 我跟委員喔 是不是也補充 報告一下 為什麼法院的判決 百分之九十八 大概六個月以下 涉及到緩刑 那因為 法院有他這個監獄 人滿為患 可是不能夠因為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 如果從其他的 這個處罰 也可以 嚇阻 這是源頭 另外一個就是 在判刑方面 我想這個是法務部的職權 這個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配套 那 車輛的末路或相關的這些 其實也都在於預防 就是 包括嚇阻之外 這個我們會一起來努力 謝謝 對我就想說 各部會動起來啦 把這個整 認為大家認為有效的方法 整合起來 然後 確實的好好來面對這個酒駕 以上謝謝 謝謝 好現在休息十分鐘 我要請 effects 按照功ieß 香腿 前往還睡 我繼續做 笑 謝謝 千金 沙徒 здох ami 個 figur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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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是從旁邊的地域 有關所謂的疑惑是 我現時是老舊的原因 現在重點就是 關鍵在解決檔課的問題 就是申請人 所以除了太舊換基地的指示 怎樣能夠提高他們這些 比較多名的這些檢測 這個方式來的設施 這個部分我想請一二級的 所謂的老舊的太陽設施 能夠送進到外面 那透過這個太舊換基 然後還有體育 大概就是 一個 提高他們的位置 所以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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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應該可以看到 不曉得達到 本來這個一份 它是很有道理 因為我以前三位老爺 我就是站在另外一邊 我現在是在 在這幾天 那個 那幾天 那幾天 我現在如果幾天 我那幾天 他們 其他關於很大的動作 我們都選擇 其他的 其他的 在電視 其他 一定可能 分數 大家 好 好 那個 好 好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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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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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消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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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判案修正通過 沒有意見齁,行政單位沒有意見 現在處理第三案 各位委員及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來,請說明 主席還有包括各位委員 那有關於臨時提案三的這部分的話 要把這個行政罰款、醫科罰金的錢 來作為成立一個酒駕被害人基金 然後來做被害人跟家屬的心理輔導 諮商相關生活重建 這部分是我們可以來配合 但是有關於強制責任險增加的保費 因為他仍然是在那個保費的那個範圍之內 恐怕要切出來會有一些困難 因為他還是仍然在那個保險基金裡面 所以是不是那個 那個強制責任險增加的保費 這個部分可以刪除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他是清理嚴厲可行性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切出來之後我們再針對相關 也許是多少的percentage 就是說多少比例上 或者是去再另外提一個案子 好了 委員的提案已經很明確的提醒你是要兩個月內 研議相關的可行性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照案通過 現在繼續開會 現在請 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如果委員對上述提案要補簽 請進行補簽列入紀錄 現在繼續請陳委員明文發言 好主席我們請部長還有法務部蔡次長 請蔡次長 我想這個酒駕造勢 這是人神共分的事情 我想這個酒駕犯罪要加重提醒 已經是全民的共識 那根據報載是法務部已經在 演員要針對酒駕犯罪提高這個行者 沒有錯吧 現在正在演員 那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我們其實目前大概有經過幾次的一個討論 那麼大概會有一些配合我們大院很多委員的提案 那未來大概就是從法定行度這部分提高 大概是大家的公司 進度 我現在講的是進度 相關的一個修正草案 什麼時候能夠送到行政院 行政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立法院 我們這一個部分就是有兩個管道 一個管道就是平常我們有一個刑法研修 像這個所謂的這個酒駕的提高是刑法研修會議 以後他再再 對你跟我講時間 這個時間可能我要會後再跟委員報告 也就是說你們沒有畫車你的時間表就對了 你目前就沒有進度時間表 沒有嗎 沒有沒有 但是大院的委員有提議 因為現在 現在社會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法務部 基本上 既然你們都已經向媒體 部長都已經講了 說我們會提高 那你總是什麼時候 我們會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送到立法院 我想希望能夠很清楚的 告訴社會大眾 我想可以的話 盡量能夠如果能夠在這個會期 送到立法院來那是最好 我想這種事情 包括總統都講話了 所以我想我們的時間 盡量能夠加快 可以嗎 好不好 所以我是希望你們回去 在法務部內部裡面 盡視討論 把整個時間 把它很清楚的明定出來 好不好 好 你先先下去 好 接下來我想請部長 我想這個 酒駕 這個表你看到 這個四字 酒駕 酒駕 債犯率相當高 我想這個 大概每一個委員都談過 101年到105年到37% 102年到106年 103年到107年 都是37% 38%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酒駕債犯率高達 這個三十幾% 三十五六七% 那 依據道路 這個交通處 條例 第三十五條 有規定 酒駕 不管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造勢 大概都有 這個 雕刻白照 甚至於 吊銷白照 我想 這個目前大概這三十五條 都有 這個 明文 的規定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那 這個 某種程度上 無造 駕駛 駕駛 酒駕 還可怕 我想這一點應該 這個 這個 部長都很清楚 那 有 有駕 有駕照的人去酒駕 我們跟我們說故意犯 無駕照去酒駕 這就是惡行犯了 所以 現在大概社會大概對於所謂 這個 無造駕駛 這個 這個 酒駕去致死的這個 大概社會都 偏重於應該 行度要加重 但是現在我們的處罰條例裡面 事實上也還沒有特別 這個明定要如何去加重 所以今天我看到這個 我們的 今天 這個 呃 李華燕我們特別有提到 就是說 酒駕 折末日期 車輛 這個 行政院 交通部是不是能夠去 盡速去 不知道這個 部長你的看法如何 剛剛這個我們的 這個 討論提案的時候 交通部基本上是 沒有特別 這個 來回應 那是不是利用 這個 現在的這個執行時間 是不是能夠 部長簡單講一下好嗎 好 謝謝委員 呃 就是 呃 酒駕尤其特別是造勢 甚至是載犯的 那麼要末路期車輛 我想這個大方向 呃 我們交通部是支持 我想剛剛委員也指出啊 從我在擔任 台東市長的時候啊 就有提出 好 那在執法上面 哦 因為這涉及到就是 呃 一些 呃 就是 呃 執行上的配套啦 這個部分我們會盡快來演議 我想 沒白上路 齁 車就說末路了 齁 所以我想現在 在這方面我是 所以我想現在 對大家 條例第十二條 就很清楚 所以你沒白就給你 末路車輛了齁 所以現在 無罩駕駕駛 我想末日車輛 我想這個是 是社會大概也是 有所公事 XD 所以我是希望 這個 無罩駕駛還是無罩有酒駕 無罩駕駛酒駕 好 對 末日車輛我想這一點是應該很清楚 我想無照駕駛 為什麼會叫無照駕駛 就是說你已經第一便 你去用吊口吊銷駕駛了 第二便你又去喝 這就是無照駕駛 這樣的時候 你除了行動以外 我想車輛就直接把它默住 我想這一點是在 我們應該是在我們的道交條例裡面 是可以在這修法 無照駕駛而且是自人於 就是有死傷的情況 重傷或死亡 我想把車輛直接默住 我想這一點是不是能夠在 我們的道路交通管理處條例裡面 特別是在參數條 我們就能夠做這方面的一個修正 可以嗎 我們支持這個方向 好 接下來我想這個部長 是 去年的11月 五大國道客運業者都說 是因為人數成本 還有油價成本 增加 所以要漲價 那你們現在交通部如何處理 好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春節之前 他們就已經依照我們交通部許可的規費 收取的 就是它的一個規定 你們已經合成了嗎 這個是他們可以自行決定 只是說要報備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我們公路總局長說明一下 局長你還沒有說明之前我先把這兩個圖表你看一下 他們說的是公民是成本性價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你們有交於2018年的整年度 上半年度的人數成本或者是下半年度的人數成本 你有去做分析嗎 我不知道啦 等一下你可以答覆啦 但我現在告訴你的時候說 這個油價 油價因為調漲 那根據我們看到的這兩個圖表裡面很清楚的 大概就是我們是從去年的一月到十月大概是有漲 但是十月到十二月就跌下來了 可以說整年七十塊跌到四十三塊 跌五百分之四十 那如果說我們以現在他們在講說油價現在有漲 那如果是以現在大概多少 大概目前的這個西德州的原油大概是五十七塊 五十七塊 那我們現在大概是多少 所以等於是 如果他要看說七十六 去年到今年的平均價 事實上我們是沒有到那種程度 等於說現在的五十七塊 比2018年的最低價 在年底的那個低價點啦 比較算起來 也不比較貴啦 也不比較貴啦 所以這個尤其說上漲這個理由來調漲國道這個車票的價錢 我是覺得這個是太牽強 局長你認為呢 這個國道客運票價的漲價其實分三個面向啊 一個是剛才委員特別提到整個貨運 整個客運運價的調整 他這有剛才委員提到的有人事啦 油價了18項成本的一個調整 這一個調整案呢 目前工會有提出來 我們還在審議並沒有通過 那另外委員剛才特別提到 跟油價一直連續波動的 這是臨時調整機制 這個在去年大概七八月間 這個客運業者有提出來 那這個呢我們後來也沒有同意 那現在委員特別看到的這個最近在提到的 就是長期國道客運業者在我們核定的票價的上下線上 他有所謂的優惠的票價 他對平常提供的優惠票價 他把他的優惠的票價做一些縮減 所以他的規定還是在我們合理的票價之內 所以呢 在過年之前 他是向我們的各個公務監理機關 來提出這個報備 然後我們是予以這個備查 所以他們後來有經過我們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子 是報備案裡面就准他們調漲 這個理由實在是社會不能接受啦 我只能夠提供給你做參考 這個事實上我們要漲價 這個理由要明確 但是如果說人事成本增加 如果是真正的是人事成本增加 那麼你們也應該要去審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人事成本增加 如果是根據人事成本 這個理由要來調漲的話 那當然這個 如果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如果說以人事成本 那 這個漲價 如果真的能夠到 四季啦 他們的路工的顧代理 那是沒話講 因為可能 我們的移力移修造成他們的成本增加 但是如果說是油價 事實上油價就沒增加嘛 是 所以這就不是理由 所以我是要幫你提醒說 現在如果是 國道這個客運這個 這個票價 漲價 這個理由 基本上現在 社會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責任還是會歸屬到 你家用不來 這一點我是特別要提醒你們 所以你們真的是要好好 好好的去處理啦 尤其是 部長 你是 剛才進來 剛才進來 第一個 面對 所謂的國道會者 這個票價調整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個 部長 你要小心處理一下 我想很多的社會問題 不要變成是一個 政治問題 我想這一點 我要特別要提醒 最後 一分鐘就好 這個主席 我想這個 加以鐵路高價化 這一點我要 特別要在這裡再一次的 叮嚴這個 部長 我想在總組請的時候 我也提過 那因為今天事件上的關係 我就不公司在這裡提 但是我希望你 回去以後 能夠針對我總組請的 這個 這個主席內容 你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那包括細節問題 你真的好好了解一下 下一次的交通部的任務報告 我一定會提出來 我一定會跟你 這個探討 那如果說 今天 就是說 這個交通部的任務報告裡面 那 你還沒有 不能很清楚的告訴我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很遺憾 因為 不管是賀成部長 或者是吳王某 這個部長 大概都已經很清楚 北朝夏日 大概每一天的會議 大概都有做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承諾 那 如果說這個 這個 這個鐵路高架化這些 這些 這個 時程上 一再的跳票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 交通部確實是 不用心 不認真 那 這個行政院 蘇院長也在總執行 很清楚 我想 在政策方向已經告訴你了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應該 要朝同樣一個方向 我們努力來推動 加以鐵路高架化 這個事情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在下一次的 約會報告裡面 我們會再提出來 希望你能夠準備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請 許委員 蘇華發言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 我們法務部蔡次長 以及委員部的薛次長 請薛次長 請薛次長 好 兩位次長好 我想 今天呢 我們針對於酒駕的問題 也造成很多悲劇的發生 那尤其呢 我們 最近的國人一直非常關心 也希望說整體的氛圍 都希望把這個行責可以做個這個 加重 那麼可以達到這個嚇阻的作用 不過我想呢 我們一直都講說 預防剩餘治療 也重於開法 那政府呢 我們實際上 對於很多種的預防工作 也做了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酒駕的房子 我們也做了很多 可是實際上 我們從很多的數據看來 我們的 呃這個成效還是不足的 所以我想在這裡 要先跟這個 呃我們法務部的蔡次長 這邊來做個 呃先做個研究 就是 我們從 呃這個 法務部啊 我們相關 酒駕的法則呢 我們從1968年開始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了很多的一個 呃規範跟訂定 那麼 根據法務部矯正署 在106年 矯正期刊 我們有提出一個 酒駕駕受刑人 心理健康 聚酒自我效能 以及酒飲嚴重程度的研究報告 裡面呢也提到就是酒駕的案罪 呃他的這個案件呢 再犯率 就累犯他非常一定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麼我們再去看的話呢 本身呢他自己這個行為人就會有酒飲的問題 如果他是在酒測第一次被攔下來的話 他有酒飲問題的有達到百分之二十六點四 那麼檢測出來越多酒次行為的人 他的比例呢就越來越高 就他的酒飲的比例越來越高 如果達到四次以上 確定是有酒飲的 有達到百分之八十八點二 所以我們剛剛很多的委員一直在探討說 我們酒駕再犯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可是酒駕再犯率我們再去細就的話 有酒飲的問題他是最嚴重的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從這個數據先來看一下 我們從酒駕的取締案件數來看 當然這幾年是有慢慢的有下節 但是我想我們不能從取締總件數來看 因為取締總件數這也代表我們工作同仁第一線的辛苦 我們要看的是最後面這個法件 法辦的移送的數量這個才算正確 可是實際上我們來看每一年 他在移送的案件數還是比例是這麼的高 所以我想我們可以 我們在比照下面這個圖表來看的話 我們累犯的犯罪率比較這近三年來看 還是是逐年在攀升的 也就是我們做了這麼多的酒駕的防治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酒駕犯罪率還是這麼的高 而且是逐年攀升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可以簡單講說酒駕的累犯 他就是酒駕造勢的高危險群 他就是高危險群 所以我想在這裡要請教法務部 現在我們除了既有了這些之外 我們現在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配套的做法 我們希望 那當然 除了就是說目前來講有關 小夏債犯 他都還是判處在六個月以下的 有去徒刑 這個沒有辦法 有一些 市長 因為我現在不跟你討論 就是在明天我們會跟交通 包括交通部以外的跨部會 對有一些酒精所像這些裝置 我們會做一些研議 那希望這個能夠找到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出來 那麼在於對於酒駕 有關禁戒處分 在執行現況 我們認為是不理想的 那這不理想當然這也包括一些 國家預算的應用 也就是說這些 這個借引的費用到底要誰負擔的 那這一部分 在我們地檢署檢查官向環申請 那麼得到裁定的那個比例也偏低 所以有關這一部分 未來我們是不是能夠積極的 那麼來跟這個地檢署跟各醫療院所來合作 那這一部分我們會去努力來檢討來精進 好 市長 您剛剛提到的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因為我從107年法務部的統計書料 資料裡面的酒駕導致公共危險罪 被定罪的是五萬九千多人 將近六萬 比毒品使用的三萬多人 多出了兩萬人 也就是說確實酒駕對於公共安全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危險 刑法第89條的規定 如果因為你是酗酒而犯罪的 如果我們認定他是有酒飲 而且他是有在犯之餘的 我們在這個執行之前 實際上我們可以請他 就是要到這個相關的一個界所 去進行境界嘛 可是我們可以從這一份的報告裡面呢 就是我們做出的統計 實際上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因為酗酒而犯罪 可以進行境界的人數才這樣 這個跟我們實際上 現在我們移送法辦的這些酒駕率 那麼境界數的人數才是幾十個 就您剛剛提到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剛剛既然市長已經有提到 我們也不希望讓人家覺得說 是法務部或者是司法院的怠惰 那怎麼樣我們把這個漏洞可以把它補強 我想這個也不是說哪一個單位的怠惰 其實這一部分就是最主要是一些配套的 像未來就是說 在酗酒而犯罪這個 我們單純檢察官沒有辦法去認定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已經成癮還有再犯之餘的 那麼這個在刑事執行前去相當處所去進界 這個處分要由法院來裁定 那裁定的就是說有一些配套 未來我們希望說能夠在實際上 為什麼現在的檢察官申請的案件 或是法院裁定的案件偏低 那麼可能跟執行目前來講 能不能執行在哪個地方執行這些 所以這個就是我先提出來的嘛 既然酒家問題這麼高大這麼關注 可是實際上我們進行介護的 現在這個整個獄所裡面已經是人滿為患啦 這個對你們的壓力也來講也是很大 如果不管是我們檢察官 不管是自己提出或者是法院提出的件數少 或者是法院這邊判決的數件更少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現在我們要去補強的嘛 對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我們在全省各個地方 有一些社會公益的一些機構 包括這個醫療院所 事實上這個都可以去積極去促請 他來跟地檢署來合作 好 那個市長我想先到這邊 就是您剛才我提出的是這個看法 您剛才也有簡單的回答我 所以我想說這個問題呢還是希望你們回去呢 比方你們跟司法院這邊或者是還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怎麼做 不要讓我們的這個境界的人數這麼的少 可是我們的比例 酒駕的比例還是很高啊 如果說我們只是把 犯罪的人之後就抓到檢驗裡面去關 這實際上出來之後他還是在犯啊 這個對我們現在的酒駕的房子就沒有任何的意義好嗎 是的 好 謝謝那我先請教 您先請回我請教一下我們衛福部的次長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說其實在這個開法呢 是我們末端最後的手段 但是前提呢在最前面我們衛福部 他還有很多防治的工作是需要做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監護院所裡面的人力也非常的不足 現在1比12 一般來講很多的歐美國家都1比3 1比4 但但是我們台灣的離職率又非常的高 好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們酒駕的受刑人跟毒品的這個受刑人呢 我們的人數不地檢的話 會對我們預所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現在呢我知道就是說我們 衛福部這邊也有跟很多醫院 包括還有地檢署都有一些合作的計畫 比方說去推動就是這個 酒飲的防治 那我要問的是說 104年你們開始推動酒飲的這個治療工作 所以我現在的成效是如何 再來就是說我們這個防治的工作裡頭呢 我們的目標標準是以他的身體健康 做為頻段的標準 但是呢我們並沒有針對改善他的隱性 就是改善他的這個酒飲去做一個評估標準 所以酒精的成癮性跟相較於毒品的成癮性 他的難追蹤率就會更高 他也很難去做出一定的這個這個數據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用生理的指標來做評斷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會 我們去做我們去判斷說他是不是成功借癮 可能他的績效就會不好 那我這邊有問過我們 辦公室有問過這個辛口斯 我問他們是說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犯罪也納入評估的標準 那現在說你們還在評估當中 我的意思是104年開始我們已經開始在做這個計畫了 4年已經過去了 好那接下來你們的標準要盡快的提出來 好不要再拖了 因為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有沒有要補充報告的 好那有關於委員剛剛的這個說明 其實是很詳細的 我們從104年開始做了 那到107年的時候 其實各個網絡 包括我們社會政還有剛剛司法這邊 轉接過來 那來做這一些 九影介制的部分的話大概是有664人 然後已經開案的是514人 那這些機構那106年已經擴大到8家 那今年我們準備擴大到12家 當然在這支援部件的部分 我們會繼續來做 那至於說要這一個所謂 九影介制的這一個 這一個所謂的評定的 標準 所謂的成功率 這有一定的困難 也就是說 他這一次的九影介制 可能我們能夠做評定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說他一輩子就不會 當然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再做演藝 好我就說在你們的新的評估標準裡頭 應該要把這些更加的一個 更加納進去才能夠更完善 那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九影病人呢 他除了容易酒駕開車之外呢 他其實也是家暴的高危險群 所以因為目前呢 如果我們把酒駕跟家暴的人口做個比對的話 我們發現重疊性非常的高 可是實際上我們台灣並沒有針對這方面做比較細緻的一個研究 所以我希望衛福部能夠針對這個部分呢 也能夠去做一個比較詳盡的一個報告 讓我們知道就是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才能夠在源頭的上面去做好一個防治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現在請陳委員數月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交通部林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早安 委員好 我們知道在過年前 就是連續發生了幾件這個酒駕造勢的嚴重的事故 所以讓這個防治酒駕的這個 知識政府的作為 引起了社會又高度的一個關注 跟熱烈一個討論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近幾年來 我們政府對於防治酒駕的部分 在法令上也都有 逐漸的提高那個罰則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交通部 今天的報告裡面所提供的這個數字 我在這裡重複一次 我們看到近五年酒駕 30日內死亡的人數 我們看到從103年 從295人下降到107年168人 然後這個 近五年酒駕 受傷的人數 我們看到它從103年的9011人 下降到107年的5439人 所以從這個數字看起來 就是說 酒駕致死或受傷的人數 都有逐漸下滑的一個趨勢 所以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法令上 就是不管是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這個行政法 或者是刑法的法則上 應該都有受到嚇阻的一個作用 那在這裡我先請教部長 就是說對目前 現階段 酒駕的狀況 我們法令所發揮的一個成效 那 部長您滿意嗎 不滿意 不滿意 那 確實 因為我們目前社會 在這裡的一個氛圖 非常的不滿意 也有高度的期待 甚至提出希望 加重這個刑法的部分 不排除說 酒駕造勢自死 提高到這個死刑的這樣子的一個行度 那這個部分 部長您怎麼看 如果是 再犯或累犯 甚至 有一些是已經無造駕駛 那麼 酒駕自能於死或重傷 這個 已經是 真的是已經 可以說是 人神共憤的事情 也是最大二級 所以在刑法上 應該要加重 或者是 有其他的 包括陌路車輛 還有其他 所有可能的方法 我們應該 都 來 這個 就是 希望能夠來 進行 對這樣的一個 重大犯罪的一個處罰 對 那我們也看到 部長報告裡面 有提到 就是 防治酒駕是我們交通部 的施政的重點 那我們也希望做到 也是回應社會的期待 就是 這個 酒駕零容忍 那我們看到 剛剛的數字 雖然就是說 酒駕自死或受傷的數字 是有逐年下滑的一個狀況 可是 我們從 這個 債犯率 這個數字的統計來看 這個債犯率 是為福上揚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也值得我們去深思 跟做一個分析 那在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說 我們交通部有沒有去 針對再犯的這個案件的部分 去做過分析 這個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想 有時候 就是 片面的一個法令 有時候可能沒有辦法 真正的解決問題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分析問題 的所在 然後才能夠對症消耀 真正的解決問題 是 我想 因為取締如果增加 有可能 就是說 酒駕違規的見數也會增加 所以我是認為我們應該在 執法上的時候 怎麼樣 鼓勵 加強這個執法的力度 那這個我們會跟內政部警政署 來研議 因為 我在地方政府待過 我知道 有時候 警察不是很願意 去做酒駕的取締 除了這個積分 有關於他們的生鮮 烤雞 是不是能夠在這方面 再更加強 鼓勵他們去取締 那 因為你取締的越多 就會發現更多的酒駕 那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一個數字 其實酒駕的這個 就是因為30天內 死亡的人數有遞減 這個數字是最重要 我們再看效果 那前面取締數多 因此 違規的也多 我覺得這個數字是比較參考性 但是剛剛談到 因為債犯的比例高達兩成以上 甚至更高 那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去做分析 有效去嚇阻 或是更加大處罰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認為最嚴重 尤其是以汽車 這一個酒駕的部分 它比機車所產生的這個 殺傷能力更強 這個當作一個過失殺人也好 或其他甚至是一個重大 的一個罪行來處理 我想這個社會是有相當高的共識 對我們從統計數字看起來 就是說這個 債犯率 微斧的上揚 那所以我們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個酒駕債犯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應該也是我們要去努力去思考 要怎麼來防治的一個部分 那本席在這邊也提供我在基層 遇到的狀況跟部長就是分享 謝謝 我們或許應該可以去分析一下 因為剛剛也有委員提到說 這個債犯率可能有涉及到酒駕的部分 這個確實也有這種狀況存在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法令的宣導 我覺得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本席在去年跟前年 都陸續有接到這個陳情 就是這個酒駕的 這個他們要去繳罰款的時候 結果一到法院 當場就被檢察官就是扣押 然後就直接入監執行 他們當場才嚇呆了 才知道說原來酒駕壘犯要關的 所以事實上對很多人 對於說犯了這個喝酒駕車 然後壘犯要入監執行 有的人還是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在這部分 應該是要去加強宣導 應該也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知道這個酒駕的一個嚴重性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宣導的部分 我們應該還要再去加強 那另外酒飲的部分確實是有 那另外可能還有涉及到其他的疾病 因為本席也曾經受理一個案件 他一個勞工他在一個 我們地方一個很大的 有制度的公司上班 他也即將可以達到退休的年齡 就是可以領退休金的 可是他因為酒駕 必須入監服刑三個月 那他的家屬很緊張 因為他只要去服刑 他沒有去上班 他可能就連退休金都領不到了 所以然後了解起來是 因為他有憂鬱症 所以他控制不住 沒有辦法去就是 控制自己喝酒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也要跟 應該是衛福部 應該在對酒飲 或者是說有其他疾病 所以沒有辦法控制自己喝酒的 這部分應該是不是要成立 就是一個特別的一個治療 防範酒駕再度的一個發聲 我想這個應該是要全面性的 來一個進行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我們交通部 目前也很多委員提出了一些版本 希望來修正法則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目前事實上我們對於 這個酒駕的一個法則 就是我們也對於這個標準 也都有提高了嘛 就是只要達到0.15毫克 我們就要處以罰款 所以在這部分 我不曉得說 部長您覺得這樣子的法則 可以達到效果嗎 當然委員剛剛所提示就是說 宣導跟處罰要並重 那有時候處罰也是另外一種宣導的方法 尤其是有一些案例讓大家知道警惕 那媒體也會報導 那至於說有一些是預防剩餘 事後的這個處罰 這個部分確實在酒飲 還有相關的這個可能有一些疾病 那怎麼樣我們能夠把這些罰金 能夠用於再宣導 避免他犯法 但是很根本的就是說 如果是再犯的一個情況 那顯然他已經被處罰了還再犯 這個就有一些故意啦 成分在裡面 那國人其實在對於交通工具 尤其是汽車 其實雖然是一個便利的工具 也是一個武器 這一點我覺得 國人對生命的一個尊重 對自己尊對別人 因為一個車禍就是兩個家庭 至少的一個悲劇 那我們怎麼樣從各種的教育 道德觀念 來自於就是說 這個處罰裡面來做好這個警惕 這個是一個 我想是一個全面的一個工程 那交通部跟法務部 內政部警政署還有這個衛福部 我們會做好更緊密的協調 在這一次立法裡面 把一些過去在執行上其實有部分 其實不一致 我們的刑罰跟行政法 在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條例裡面 那一定要做整合 那好好的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剛剛部長提到說整合的部分 可是對於這個酒駕專章的部分 我看到交通部的報告裡面 好像又覺得沒有辦法去落實 我們是可以配合 如果立法就算可以解決 現在就是說刑罰跟行政法的那個比例 那個輕重能夠一致化 避免到時候在執法上的困難 我們並不排除 並不是說這不能夠朝專法 而是我們也會尊重法務部 在立法這個體制上的一個 他們的專業跟他們的執掌 是那我再請教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然我們需要很多的配套措施 那對於這個酒駕代價的這個部分 交通部有沒有具體的一個推行的政策 是 呃 代價當然我們有一些相關的規定嘛 是 好 各位報告 呃 代價的部分齁 我們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已經有收集 就是說其他國家的目前的這個執行的狀況 還有他們的這個相關的一個規範 那大概這一個整個報告 呃 這個三月份也要完成了齁 那原則上我們會朝向就是說 因為 呃 因為他畢竟是屬於一個消費者保護的一個 一個層面齁 所以我們在消保法授權之下的話 可以將就是說這個呃 我們的這個民眾 跟這個代價的業者 他們相關的權利義務 就定在相關的一個 這個定型化的契約裡面 那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是好 我希望就是說我們在這個部分齁 要 積極的來推行齁 那讓民眾齁 呃 也有一個選擇 好 也可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啊 好 我們來努力謝謝 謝謝 現在請陳委員學生發言 等一下 我們 中午開會的時間 到 江啟臣委員 發言完畢之後休息 請告知其他 各委員 好 謝謝趙偉 是不是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謝謝 林部長 先恭喜你哈 是謝謝 這個希望你帶領交通部啊 嗯 能夠把交通的事故啊 事務啊 把它處理得很圓滿 很好好不好 好 我想我們公眾都有信心齁 謝謝 我想用一種庶民的語言啊 來跟部長談一下齁 今天這個修法提案也好齁 我們討論也好 部長有沒有感覺大概就是大家看了電視有沒有 一個大學生啊 站在那邊無緣無故啊 早上出去你看 人就沒有了 是 我看他的爸爸齁 在那邊哭喊啊齁 怎麼辦你講 事情已經造成了嘛齁 因為早年我在馬祖酒廠待過啊齁 是 當然我們今天不能去怪說 金門酒廠一年賣了160億 平均我們大概一個人高粱酒要喝2點幾公升啊齁 我們啤酒大概我們的國人統計喔 每個人喔 從嬰兒到老回亞齁 全部加起來每個人大概平均要喝6瓶一年啊 哇 要喝6瓶 我們不能去怪這個啦齁 而是什麼咧 這個酒駕這個東西實在很麻煩 你看有錢人 把人家撞死了 欸 若無其事的樣子 你看那個態度你看 是 很像 拿個三五百萬賠你沒事了嘛 是不是 我們國家的法令啊是定得非常的嚴格 很周密 如果你法官判刑呢 你個殺人都不要槍斃現在欸 你覺得殺人要槍斃嗎 把人家整個都宰掉了啊 頭都割掉了 嘿 還可以免死欸 真的真的我看不下去了 所以你要說亂事要用重點啊 你看像中國大陸齁 殺人則死 就是馬上槍斃 而且公開的來看齁 大家公開來看他強決 有人敢殺人嗎 就沒有了嘛 新加坡你看用鞭刑 部長你看過鞭刑嗎 有 欸是網路上看的嘛 欸那個屁股那個趴在那邊齁 一邊一邊那個執行官啊 拿了鞭子抽 抽到那個皮馬上就當場裂開 很恐怖啊 看了以後就怕了 誰敢喝酒啊 所以我要請警政署啊 黃鳳會組長齁你聽一下 那個去研究看看新加坡那邊鞭刑啊 新加坡那邊的效果怎麼樣 如果可以的話 部長你也可以考慮用鞭刑啊 蛤用鞭刑啊 打了他皮開肉扇 你罰他錢 有錢人說無所謂啊 那沒錢人把人家撞死了欸 反正我也沒有任何財產 你要罰我怎麼罰 按照現行的法令規定 罰三分之一 每個月賺 年輕人賺兩萬多三萬塊 三分之一一萬塊 你對這些死者怎麼交代啊 是不是 所以我是覺得 今天大家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也非常好啦 我想 我想部長齁 你看 我們全國各縣市 哪邊執行這個酒駕執行的最好 現在 現在警政署在一年執行十萬 十萬件嘛 查獲十萬件 我們去送的也差不多四萬件 你看各縣市 各縣市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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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酒駕 我們馬祖是零欸 馬祖零啊 所以酒 我到現在我不喝酒了 我都不喝酒了 為什麼不喝酒很麻煩嘛 那我去大陸訪問的時候齁 都有一個亮燈啊 代價 代價兩個字 所以代價的制度你可以 可以可以弄一弄 是 但我們去大的飯店呢 他也會幫你代價 也會幫你代價 我覺得有代價的話 起碼喝了酒啊 把車子交給人家嘛 是 我以前喝酒啊 喝到什麼呢 喝到這個車子開出去 覺得不行了 好 停在路邊停車 然後我坐計程車回去 但是這個問題 第二天早上醒過來以後 我真的不曉得我的車子停在哪裡 是 那想說回憶說 欸我昨天晚上在哪裡吃飯 然後沿著那個路車子慢慢找過去 最後才找到 這個挺麻煩的 我是覺得代價也好齁 去想一想看看 大家及時廣義啦 好不好 好 那你對這個 因為今天涉及的部分 涉及到法務部 還有 還有 教育部 還有國防部 你今天剛才也有委員說 你把國防部起來幹什麼 那國防部軍方的這個 這個軍事 裡面的教育啊 舉光的教育有沒有 這個宣導也很有效的 我們現在都做了 教育啊各方面都做 那也有人講說 這個執行酒駕勤務 當然也不能把警察類似啊 警察的勤務可多咧 是不是 對酒駕勤務啊 會有二主作用 所以你看從這個 交通的宣導也好 去做酒駕的取締也好 會有二主作用 喝酒僅次於吸毒啊 吸毒是戒不了 那喝酒有的 有的酒精啊 酒精中毒有沒有 也戒不了 也戒不了 跟吸煙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面你看 我們從這裡面 醫療的經費要花掉多少 何其一百倍兩百倍一千倍 所以 部長在這方面你多琢磨好不好 因為後面 接近中午啦 還有諮詢的委員很多啊 我想這個議題 請交通部那邊 妥善的去研究處理好不好 好 那謝謝部長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現在請 吳委員致揚發言 來主席有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欸只有四分鐘啊 四加二還是什麼 四加二 四加二 OK 好 部長好 我是建議這樣啊 除了買便當方便 用餐方便以外 你裡面菜色 盡量用當地的食材 就可以照顧 包括米啊 這些雞啊 魚肉啊 還有這個蔬菜 這個是 這樣是一個最照顧當地的 好 那另外就是說 今天當然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酒駕的問題 對 那 這個是你們自己交通部的一個統計數據 就是說 因為歷年來跟酒精有關的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數 我相信你可能也有 在103年是3120人 104年是2974人 105年是2877人 我手上就只有到105年 但是看起來是有慢慢下降 不過也還是很多 你想想看還有2800、2900這樣子的人 一年這樣子也是太多了一點 所以 部長你有沒有一個目標 你有沒有一個目標 今年如果大家這麼關切 這個酒駕問題 你拿出鐵碗來 來進行這個遏止這個酒駕的話 你的目標 你覺得 108年你會交出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數字 好 因為剛剛您提的數字 跟我們報告裡面的數字 稍有出路 我們有最新到107年 107是多少 這三年是顯著的有下降 如果說酒駕30日內死亡的人數 這個是168人 大概這三年都在178到68之間 那我105年的2800是錯的嗎 這個數字應該是 包含受傷的 包含受傷或者是 所以那個數字 它是30日之內 有的可能當時撞的是重傷 後來還是不治的喔 所以30日為計算 警察的那個是最少 為什麼 它是當場處理車禍 所以 只要不要當場亡故的 它一般都會認為說 不算 不算死亡車禍 那事實上 你把人家撞到重傷重殘 最後 在30天內 還是 不幸離世 這個應該也算喔 你的數字 目前最新的是多少 過去這三年來 就從105年 178人 然後到去年 跟 就是到168人 168年 我們以前主持 那個 主持自然會報 或交通會報 你的大安會報 你應該也主持過 我都親自主持 以前在台中市的時候 像我們都會講A1車禍 要降到多少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做了交通部長 你今年有沒有一個目標值 今年 把酒駕造勢死亡 降到多少一個程度 我們希望能夠顯著改善 我們會列為交通部 重大的市政 那你可以降百分之幾嗎 我們會來了解喔 為什麼過去三年下降 但是一直遇到一個瓶頸 沒辦法突破 就是168人 那 部長還有魄力啦 就講一個數字嘛 講一個比例也好啊 講一個目標也好啊 我要朝這個方向 我們希望顯著改善 顯著喔 對 據我的了解喔 顯著至少 減少三分之以上 就要顯著啦 好 那我幫你打好了 這樣子會浪費我的時間 另外一個 努力 針對大法官會解釋 這個775號 你知道這個 就是說剛好他講說 累犯一律要加重其刑 這件事情是違憲的 那我就比較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到 對 立法委員們提案 就酒駕 或造勢 或致死 加重 再犯 加重其刑 的一些規範的核限性 你們會不會縮手 不會 我想剛剛法務部也說明喔 我想 原則累犯 絕對是加重其刑啦 但是因為有一些特別的情況 可能他有犯罪 然後後來可能 比如說偷了一個什麼 那是很特別的狀況 很特別的情況 那我想大法官的解釋 是在針對那些特別的情況 那 部長 我也是念法律的 我如果針對酒駕 因為這情節就很清楚了 我不是說什麼偷竊 我就是對酒駕生物痛絕 對不對 我就是對兒孕生物痛絕 這個情節是很清楚的 而且社會通念上 是覺得是罪無可涉的 所以這樣子的提案 我們再犯的部分 我們直接把最低本刑給他加重 法務部是不是會支持 法務部回答 我想他們 交通部會不會守住 我們是支持的 你們支持 好 謝謝 那另外我問一下就是 當然司法法制委員會會處理很多 跟刑法有關的 我現在問你的一些是屬於行政的部分 交通部應該有所表態 比如說 我們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路 第三十五條 我有提過兩個 一個是 提高現行對於酒駕 大概比較低的那個酒精值的 再犯以及拒絕酒測者的罰則 把它提高到五萬元以上 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針對 沒有依照援警指示 是停車接受 逃逸 就這樣衝過去的 這樣子 我也把它大幅提高到 九萬元到十八萬元以下的罰款 請問 你們支持嗎 這邊的意見我們都是支持 我想提高划環或累犯加重處罰 或拒絕酒測者 也要提高對他的一個處罰 好 我們從各方面一起來加油 好不好 謝謝 酒駕零容忍 從一開始 包括那個 他律機制您贊成嗎 他律 法律 治律跟他律 他律就是包括 就是說酒精提供者 還有共產者 他們也要負擔部分的責任 這個部分 依照其是 明知故意或者是 其他的這個 情況 我們應該分 來分類 針對比較嚴重的部分 納入他的一個共同責任 好 我覺得你們可以主動把它提出來 好不好 因為這個之前已經有相關法案了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請審委員致會發言 審委員致會發言 審委員致會發言 審委員不在 現在請江委員啟程發言 江委員發言完畢之後 我們中午休息至下午1點半 那現在 揮本委員會委員發言時間 每位 結尾六分鐘 接尾六分鐘 接尾六分鐘 再重申一次 好 謝謝主持人 主席我們是不是先請法務部的次長 請 次長 蔡次長 我想很快幾個問題就叫一下 第一個 這關於酒駕的修法版本 其實立法院已經幾十格了 上禮拜五有副為十格了 那我們先不管內容 我想請教一下法務部你們的版本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大概 最近我們都積極在研議 那大概我想很快 多快 你們不要又透過一個會期吧 不會不會 那個院長 蘇院長已經這麼震怒了 你們的部長也講得那麼大聲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配合大院 我們會盡速 就是說速度上你們應該要給外界一個 一個膠帶吧 一定 對不對 已經死那麼多人 二月份光酒駕撞死了幾個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數據 你應該在腦袋裡面 隨時就記在裡面 我跟你講八個 過去一個月啦 其實從一月底啦 到二月中啦 八個啦 台中就七個啦 台南一個啦 那你說這個嚴不嚴重 嚴重 所以為什麼 社會上會一面倒的認為說 怎麼會這樣 我們酒駕防範怎麼會做成這樣 再來我再給你看一個數字 判決 我們立法院過去修法都曾經加重啦 但是呢 我們如果來看那個判決的話 違反刑法第185條之三的 第一項單純酒駕 然後呢 地方法院的判決平均刑度是三個月 平均喔三個月 你知道吧 是 我知道 然後呢 刑度六個月以下是得一顆罰金啦 換句話這些都一顆罰金了啦 是是 再來 判這個 就是說 這個 違反喔 第二項是至人於死的 現在我們最高是十年 然後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嘛 你知道平均刑度是判多少嗎 31.51個月 差不多是兩年半 也就是說你撞死人 撞死人了 我們現在平均判下來 都兩年半 我們立法院給他調高的刑度是三年到 三年以上喔 對不對 十年以下喔 結果 我們過去這段時間喔 我們看到 平均量刑的判決 居然是31.51個月 也就是兩年半啊 那市長你不會覺得這個太離譜嗎 這是撞死人的咧 是是 所以 所以現在 提高法定型啊 就是我們國人的普遍的共識 那市長你這個回答還是 我覺得 感覺上好像 沒有什麼反應的樣子喔 這為什麼 八成的民眾對司法不信任 上個禮拜的調查 八成的民眾 不信任法官審理案件的公正性 光從酒駕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喔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從 我們立法院 我們雖然修法了 也重演了 但是法官的量型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 部長 你們的法案 版本請趕快出來 是的 是 好不好 另外呢 那個也請主席邀請一下林部長 那個次長你先留著喔 我這個都跟你們有關了 來 那個 林部長先恭喜你啦 謝謝 那這個 你知道說 在酒駕造勢的案件統計 尤其是致人與死的案件統計 警政署有公布嘛 是 對不對 然後交通部也有公布 應該說交通部也有你們自己的統計啦 對不對 你這兩者你知道差別在哪裡嗎 我想交通部統計是以酒駕30日內死亡人數 對 以A1啦齁相關的這個標準 警政署是用所謂的A1 也就是酒駕之後致死 24小時內致死的 對 做統計數字 是 然後你們交通部是用WHO建議的 對 WHO建議什麼 車禍造勢致死的統計 對 30天 是 這方面差別很大耶 以30天來計算當然會比較 好 但是 但是其實 因為有些搶救還是 其實有一些它是搶救之後無效的 對 那你說它算不算酒駕造成 它也算啊 它是因為這個酒駕事故造成的嘛 可是當你只統計A1 就是24小時的時候 它會有很大的落差 這狀態落差多大耶 5倍 5倍以上 我舉102年的 交通部統計 運援所統計 酒駕致死的是533人 但警政署的是87個 然後呢 10 抱歉啦 105年那個 那個警政署是102 那個交通部是533人 106年的話 警政署統計是84個死亡 但是呢 運援所是487個 5倍以上 對 另外我跟委員報告也還有 我們是以第一當事人 警政署 警政署是第一當事人而已 它的 警政署的條件比較嚴啦 但是 這個不是嚴跟寬的問題 這個是真實與否的問題啦 部長 我們要反應一個 車禍造勢以後它的嚴重性 我們 我們當然不能 好像大事化小啊 我們也不是要誇大 但是事實造成多大的傷亡 應該讓社會知道 但是目前明顯 警政署公布的是 某種程度上是低估的 死亡人數也好 造勢造成的傷害也好 所以 部長我在這邊 你也了解 你們的統計是 以30天 WHO所建議的標準 所以我認為 警政署當然有它的統計的目的 但是 交通部你們的應該要主動公布啦 目前我們看到的資料都是警政署的資料 交通部你們既然依照是國際標準 我們WHO的建議你們應該要公布 好 為什麼 這個公布起碼給社會一個警惕吧 是 一個警惕吧 直到說 如果依照國際的標準來公布 一個酒駕造勢 在台灣造勢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個天差地別 五倍 對不對 所以部長 這個請您 回去我覺得你們就可以做啦 這個起碼讓我們在整個社會的警惕上面 我們在修法上面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參考要點 最後一點 我請教一下 我們都提到說事前的防範 事前的防範包括法務部也在這邊 那我們就是要喝酒 這件事情 在我們社會雖然是 我們的普遍的一些應酬文化啦 你剛剛也提到說你酒量不太好 那我們當然也不是說鼓勵大家喝酒 也不是禁止大家喝酒 我們最重要的是酒後不開車這件事情 還有酒後其他可能的一些行為 所以有人提到說這個酒害防治的問題 酒害防治法 酒害防治法其實民國99年就有人提出來 上一屆立委也有人提出來 部長你上一屆立委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立委都有提出來 酒害防治法 這一屆的這個施改會議 施改國事會議分組討論中 獨影酒影的介質 其實有做出決議 對於酒害做出決議 請我們的衛生福利部 還有立法院 還有相關單位 儘速制定酒害防治法 所以我們衛福部有沒有來 有 來請教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最後一個問題 酒害防治法你們什麼時候要提 交通部應該是配合 那這邊主要是衛福部跟我們的法務部 是 報告委員我們現在也是正在援議的 什麼時候 在進度上面的話 我沒有說很大的報告 但是有找這些專家來談過 不過專家很多的意見是認為說 這裡面已經牽涉到很多的法律都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這個目前還在整合意見當中 所以你們也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期程表啦 現在只是說有啦 有在討論 但是也不知道結果嘛對不對 是 但是目前有其他的法律也有相關的這些規定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那那煙太防治法是怎麼一回事 煙太防治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煙本身並不是所謂的違禁品等等這些 那酒也不是違禁品啊 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在研議當中 對 這部分因為我們如果要從事前的防範這一塊 其實喝酒不是說酒駕的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額虐家暴 是 也是因為酒 雖然也有毒 但是酒其實也蠻嚴重 酒飲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社會裡面是蠻嚴重的 它構成的危害不低於煙害 酒害不會低於煙害 可能也不會低於毒害 所以拜託你們相關單位 積極一點的心情來處理這件事情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休息 下午一點半 繼續開會 陈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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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部长好 部长欢迎来到立法院 我想不一样的舞台 不一样的挑战 我们还是非常期待 你在这个交通这个方面 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和新的气象 那部长想 这个本会期第一次 跟您来做一个 这个咨询 有几件事情 本期这边非常关心 我知道社会上对于 酒驾零融冷 这个是一致的共识 那想请问一下说 这个政院的版本 的条文 为什么到现在迟迟 都还没有拿出来 那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自然难行 因为现在立法院 包括本席在内 也有许多委员 已经参与了提案 这样子 那现在目前 政院的版本在哪里 报告委员 其实行政院在去年10月 有寒送大院 审议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的修正草案 那所以目前 也有做了一些 针对新的部分 最近大家的宝贵意见 我们会在纳路 这一次修法 那请问一下 多久会把版本拿出来呢 因为 其实交通部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 已经有送了 已经送进行政院 是不是 送进立法院 已经送进来立法院了 那 大概 估计什么时候 会开始来去做 这部分的 一个审理 大概一个月以内吗 我们就几个 就是修法的方向 我们 就是 也在 去年 其实初审 道路交通管理 条例里面 有几个修正要点 我们也都有提出 那部长我请教一下 法务部之前有提出 就是说要加装酒精锁 那这件事情 这个交通部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明天会跟法务部 开会研议 大的方向我们 认为 是 支持 不过技术上 怎么样执行 请问一下部长你知道 一个加装一个酒精锁 大概花费要多少钱吗 这个 15到20万 对15到20万 那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的起吗 所以说政府是要编一笔预算 来强制所有的驾驶都增加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 那你这个东西 政策推出后会不会造成民怨 这个因为涉及到 包括国际标准 成本安装对象 还是怎么样 防止其他人带催 或者是说 欠缺这方面的这个 包括因为机车也没有这方面 有办法装嘛 这所有的问题在明天 法务部已经有邀集会议 所以我们会在明天 做立法面跟技术面 对 部长我想这个部分 你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表达 因为你刚刚说支持这个装酒精锁 但是对于他执行的方式 其实搞不清楚 我们是说 他讲说研议啦 那这个东西我想必须要清楚 不然的话政策丢出来 大家会说 那还要花十几万去装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 觉得是一个负担 所以他对装的对象 以及要配合的一些措施 这会影响到他的可行性 那是不是针对 再犯累犯或者是 有这个酒驾造势的 这一些情节比较严重 等等 那另外因为今天 也有委员关心 比如说针对我们的这个 客运 游览车 这个大型的公共运输 我们会来跟业者协调 其实已经有装了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起示范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了解实施的情况 但是如果要普及到所有 我想在其他国家的经验 我们也会参考 因为如果要全面的普及 事实上会有关 我想表达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搞清楚就可以了 因为怕大家丢出来的政策 大家会有点 就是混淆这样好不好 我们也不希望 感染误会 社会上有一些 就是民众在反映说 那酒驾 是不是 是采取编刑 你这部分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这个叫法务部 刑法方面 是不是他们 你个人赞成吗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整个立法 涉及到刑法的这个 这个方面 我还是要尊重法务部 它的主管机关 部长我请教你 你自己有没有搭过Uber 没有 你自己完全没有搭过Uber 有一种叫多元化 你现在手机上有Uber的APP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自己没有搭过Uber 那我问你一下 你认为 现在要修这个 汽车运输管理法 第103条之一 那以一小时为起租时速 这个你认为 就是说对于在市区移动的这些人 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Uber是一个资讯平台 它去跟桌上业者合作的这个模式 有一些是违反 租赁相关的法令 所以怎么样把它纳管 根据这个所谓的运管 这个规则来办理 是这个目的 所以很多人误会以为说是新增 用这个什么一小时 作为一个计费的标准 还是说到机场啊 因为在过去我们也有推这个多元计程车方案嘛 是 那多元计程车方案无必 就是说是要让这个 就是在轿车服务上面可以有更有弹性嘛 那你现在推这个 以一小时为起租速 其实是不太了解使用者习惯耶 那是不是也表示说 其实多元计程车也是失败了 不是 多元计程车目前有1800多辆 所以我们也鼓励啊 像Uber这种资讯平台 可以跟这个计程车合作 这个在国际上啊 叫做Uber Taxi 对 那你Uber去跟这个租赁车用 这是另外 其实是规避法律啊 的一种 这个做法 对 那当然会造成不公平的计程 现在的多元计程车方案 就是让租赁车 可以去载客嘛 对不对 他必须要有计程车的 这个驾驶登机证等等 所以事实上就会纳管 那你刚刚有提一个建议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你意思是说 你希望Uber可以跟计程车来合作嘛 那交通部愿不愿意担任这样的一个桥梁 我们愿意 好 那是因为租赁车业者也是扬言说要上街头抗议 那在上街头之前 你愿不愿意来召开一个协调会 所以让双方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我们很乐意 我们事实上有两个月 其实预告这一个 运馆这个规则就是为了要咨询各界 所以包括租赁车业者 事实上租赁车业者有不到 应该不到5%在经营Uber 大部分的租赁业者 他们其实是做藏租 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有结合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协助 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不好意思再借一分钟就好 部长就是因为怕社会上有巨大的一个 一个纷争啊 那我还是希望 交换部可以扮演这个桥梁的角色 好不好 双方便好好沟通 然后不要再造成这个对立 好不好 那可不可以 陈若召开一个协调会 会 好 OK 谢谢部长 现在请李委员照好发言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可不可以请林部长 请林部长 部长好 我想如何能够有效的来防治酒驾 这件事情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虽然我们也历经过几次的修法 那现行的规定 当然我们有可以分为刑法上 然后也包括行政法上 该如何去做处理 当然如果说从本身我们台湾的立法力来讲 或者是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算严谨的一个规定 但是那个成效 虽然有看到那个成效 但是整体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 酒驾零容忍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程度 毕竟没有人愿意当那个 在路上行走或开车的时候 当那个不确定的被害人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来讨论 我觉得当然 议论界有很多的期待 不过我们今天大家 无论从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 大家一起来讨论 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用跟 包括从数据上来讲 或从各国的立法力来讲 或他们一些规定 大家一起来想出一个 能够更有效来加强防治的一些规定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要来整个加强的部分 比如说行事的部分 那如果造势 那自人于始 那当然现在有些 议论提出来说是不是能够来 视同杀人 包括来行者来提高等等 那这部分可能 比较不属于交通部的范围 我相信这法务部或是大家来想象 不过有一件事情 其实交通部要做更多的研究 因为我们是从杀人等等 这些可能就是从刑起上面来着手 但有一件事情是说 是不是要比照 仿照像日本这样子的连作的规定 其实我觉得交通部要来做这样的 更多深入的 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能拖太久 我觉得这部分要来更做一个深入的一个 来做一个比较 在做一个说明 比如说像日本历来讲 同车的人 如果你没有去劝阻他也要连作 或者借车 借交通工具给酒车 喝酒的人你也要连作 甚至他有些饮食的餐厅等等 你明知道这个人你不能开这个 你要卖酒给他 这个有可能连作的规定 我觉得我觉得 这有很多的面向 我们要去来做一个讨论 那我个人来看我是比较 我是比较浅向那个 如果是贩卖酒精的地方 他要付一定的义务的 我个人是比较 我是比较浅向 但是这个也要严谨 因为我们不能说为了防止这个事情发生 让一些无辜的人 把他进来 这个我们也要小心 或者是我们在证据的认定上 立法有这样的目的 但是可能实际上认定他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起来想这件事情 但是交通部最能够 而且应该深入的就是我要讲的这部分的行政的部分 包括行政的罚缓 比如交通违规的罚缓 因为我们现在有形式上的处罚跟行政上的处罚 把行政的罚缓的提高 还有我们大家一再讨论的 是不是要末路车辆 还有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安装汽车发动酒车系统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我要提醒 如果交通部要决定朝这个方向做的时候 利益很好 但是不要又重演ABS的重蹈覆车 我们说政府该后我要照顾大家的安全 结果消费者可能要多付 比如2万块3万块去买一个设备 这部分部长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谢谢委员 确实我想国外的经验有一些是针对有 这一个载犯或是有造势者 作为安装的对象 这个让人他要自己去付这个成本 那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公共运输 像公路客运 还有游览车 目前也有业者已经有装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来鼓励 甚至来推广 然后看他实施的情况 那至于要全面性的 我想这个知识体大 我们也非常的谨慎 因为在技术上 怎么样能够避免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 或者是利益良好 结果事实上造成人民的负担 或者是说因为纸绑上困难 有一些产生带吹 或者是你汽车可以装 那机车能不能装 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一边考虑 所以部长我们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广泛的大家深入去讨论 我跟委员报告明天 这个法务部就邀集会议 我们交通部也已经做好我们自己的研究 会配合法务部的会议大家来研议 我觉得提高行责这一部分 交通部要表达一个立场 我觉得房子酒驾这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一下我们这样刚讨论的 那个值得被讨论 但是没有单一的规定说 它一定可以达到完全的目的 有个人你提高行责真的有用 有些人他真的没有用 他就是惯性的在喝酒 他酒一喝下去他就忘记这一切 那有些人他真的是有用 他有用他也说这不行 这不行 这很重 所以我觉得这要去看 包括我们现在讨论很多的这种 酒精的测试的安全所 那我赞成 而且我有同一交通部这样的方向 先从公共运速开始做起 那公共运速像有些客运业者 也是业者开始争 那我们是不是要能够来推广 或者是奖励的方式 其实对业者来讲也好 因为这个避免万一的话 对他们也不会产生 比较不可预测的风险 这边我们要推广 那至于全面性那个 什么样的知识体大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 他有讲说 我根本都没有在喝酒的 你叫我做的 我滴酒不沾 那你叫我装这个干什么 好像年代的他要多付一单 负担一笔费用 所以我觉得应该 短期内大 我觉得应该 要求交通部要从 公共运输这边开始来 做一个推广 做一个推广 是 我跟委员其实您提到的 就是说有些累犯 怎么样来加重他的行责 或者是说辨事 说是或者变成记录 甚至他未来 我想随着他 会增加保险 我觉得这方面 在欧美国家 其实实施了很多的经验 我认为累犯 他既然要让别人承担 这样不可测的风险 那种累犯也包括说 他可能已经造了很大的伤害了 有些是他虽然没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他常常在酒驾 累犯 我有讲这种累犯 其实你一定要加重他的 我用白话来讲 要让他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代价 那代价有时候可能是行责 罚金 或者他的汽车辨识的系统 没入 另外我觉得 加强他 就是说 平日的上课 你懂我意思吗 你有变得要让他没方便 因为这个大家都成年人 这个是你自己所选择 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有的人是怕最高的吗 没有错 他一定 你一周叫他一周 有些人怕刑者 有些人怕刑者 所以我觉得要多管其下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当然不是说 你第一次万一 你第一次酒驾 你不注意 我就叫你每周一周 也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政部门 要去细分 所以没办法自律的 我们要加强法律 加强法律 你叫他一周来 上课看影片 比如这样每个地方 你要加大他的 因为这样子所付出的代价 然后造成他生活的不方便 然后造成他生活的不方便 假如他会去疏口 我这样代价很惨痛 是 确实我想委员 因为开车的人好像是 开了一辆武器 其实这个在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上 是要非常戒慎恐惧 没有错 你自己方便 造成不确定性的风险 事实上你 甚至你的家人 也可能有一天会遇到 真的是欲哭无泪 我们看到太多的悲剧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一犯再犯 是累犯 而且还有无造的 无造又去驾车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情况 这个真的是很罪大二级 我们再来讲 我们刚刚讲的是 万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处罚 或要他付出代价 那我觉得从行政上 还有个另外就是说 也可以透过奖励的方式 比如我们用公共场所 比较容易饮酒的公共场所 那政府主动出击 如何跟这些比如餐厅 或者是如何能够透过 比较有效的宣导或奖励的方式 让他在第一线的时候 就能够做一个房子 比如说可以发现这个人 已经喝酒了 能够帮他叫车 或者安全的代驾 我觉得交通部也可以 这个多管齐下 有处罚的 有事后处理 有事先的 就大家集思广义来 来处理这件事 如果社会把酒驾 当作每一个人的事情 刚刚提到包括一些 贩卖酒精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鼓励宣导 那因为确实 因为有一些 喝酒的地方 有一些米达 有一些姜母鸭 就这个情形 我们为什么 直爬也很重要 因为直爬的可行性 会影响我们法律的威信 这我们要一并来 事前的宣导 透过鼓励的方式 让各个业者 大家一起来配合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方向 我们也是要加强这方面 好吧 好 谢谢 现在请曾委员民中发言 曾委员民中发言 曾委员民中发言 曾委员不在 现在请李有员民中发言 曾委员民中发言 报告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讨论一些酒驾的问题 是 早上一个早上下来 我想也讨论了很多相关的 一些那个 我们道路交通的一个处理的罚则 这个部分 那 我想先请教部长 您认不认为 我们现在目前台湾 这个酒驾是非常严重的 是严重 是很严重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目前 我们所有的一些对于酒驾的一个 一些政策的一个手段的工具 有没有办法去杜绝到这个酒驾的问题 就结果来讲还没有杜绝 都没有 事实上从数字来讲有改善 包括 数字上来改善 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很严重 不只是酒驾是增加 包括造势也是增加 都一直这个数字在提高 所以 我们今天 要赶快的来修法 来反映所有我们乡亲民众 大家的期待 这才是当前当务之急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也想说 请问一下 部长 在我们 看到我们这酒驾 超过零点 酒册 超过零点一五的时候 我们 才会开始 罚 零点一五才会开始 处罚条例 对不对 对 这处罚条例 为什么我们会定到零点一五 因为 这个驾驶人已经会 进入恍惚的状态 在这无意识的状态下 开车的话 这个车辆 就会变成杀人的武器 对不对 对 0.15到0.25 因为刑法的方面是0.25 但是我们的处罚条例里面 测到酒册 测到0.15 我们就开罚 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数据 有这个根据说 这个酒驾被测到0.15的人 他精神就恍惚 但是恍惚情况下 无意识的情况之下 开车啊 这车辆 反而就变成一个杀人的工具 您认为对不对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然喝酒跟这个开车造势 这有一些高度相关 但它也不是同一件事情 有一些就是 睡醒的 或者它的酒精寒度还是高 但它可能清醒 但我们定这个标准 部长您不能这样子去区隔 我是要跟你讲的是 我们的交通道路 这一些处理的一个罚则 这罚则里面还特定到 最高是罚到9万块 对不对 那严重的还扣车 把车子吊起来 这就是我们最高只仅限到 9万块 扣车 包括它的车辆 但是 我们今天为什么 会这么急迫性的 需要把这个酒驾的事情 赶快的来修法 而且要加重其行 为什么 因为 还有很多 酒驾的时候 聚策的 聚策的呢 是什么心态聚策 最高罚则 本席刚刚讲了 9万块嘛 扣车嘛 他罚一罚 他这样子有没有前科 没有前科 不是垒犯 所以 这个喝酒 驾车的人啊 心存侥幸 我运气好 我就不会被抓到 对不对 部长 清存侥幸 我想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 就是拒绝酒策 我们目前的罚则 事实上大家 也在研究提高 或者是说 对于再犯 的情况 拒绝酒策 算不算 累犯 我们 也会有记录啊 我们也会有记录啊 来 一起 我想 要了解部长 你对这个的 认定也是 对就是不能够说 以拒绝酒策 好像这样 花了钱就没事嘛 我想 先部长 那我问法务部 拒绝酒策 算不算 酒驾累犯 目前不算 不算 所以 一次一次 我罚9万块 扣车 我不是累犯啊 累犯不用 加重其行啊 所以说 这个累犯啊 还有将近 兩成的人 犯过酒驾 再犯的 兩成以上 所以 法务部 您看看 我们的法案 我们的制度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 我们 大家就来 激起来研修 来 尽量能够解决目前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 我再问法务部 那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 他 无意识 的情况之下 再开车 这个车辆算不算 是杀人工具 所以我们 行政院苏院长 他讲说 这种是行为啊 故意杀人罪 限于一个 已经一个 无意识 然后再把这个开到 接上去 就是等同杀人 所以这部分啊 大家才有 要想把他 把这个 把这个当作是一种 有不确定的犯罪故意啊 因同杀人来处罪 所以 我们这个处罚条例里面 我们的法务部 交通部的话 那部长一定知道 这个是法务部 因为这个是处罚条例嘛 就是罚钱扣车 那法务部 你除了185之3 跟这个35条 你的修法 你愿不愿意 在这修法的时候 既然这个 在酒驾的情况之下 这个车辆是个 杀人工具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 比照 刑法的 杀人罪 来处理这个 因为酒驾造势 致人于死的罪行 報告委员 其实这一部分 我们都积极在研修当中 也就是说 参考各个 你们的研修好 那国人期待 趕快修法 重罚 去杜绝去防患 这个酒驾警示 再发生 造成社会大众的恐慌 那现在 请问您 你们的法案 你们行政院的版本 送进来了没有 我们的确要修法啊 因为我们在 在最近 我们积极在研议 那么也参考 你要研议多久 你什么时候要送进来 很快 快 什么时候 给个时间 呃 我们 会后 我们回去 我们还会就今天 各位委员的一个意见 我们会 会 详下的去 去统整 那包括这个 所谓对各方面的一个 行动 包括所谓的 是不是 没收啦 像类似这一些 还有最重要的 酒册不要设门槛啦 你设门槛 这个门槛是怎样 做半套而已吗 不是 我们目前来讲 酒驾造势 还要设门槛啦 这部分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意见 表达得非常清楚 所谓的 这个到底要是0.25 还是0.75 这部分我们本部都 所以您都听到 每个委员的关切 我们的关切就是所有地方 相信民众们 给我们的意见 所以希望你能够重罚 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跟我们的工具 去策略手段 去杜绝这酒驾行事 再发生 你一定修的法 要能够去整个控制酒驾行事 再发生 好不好 不要轻轻的罚个钱 你看 尤其是酒册的问题 拒绝酒册 因为在现场的警察 看到他的事 就已经知道他是酒驾了 他拒绝酒册 就不用被酒册 那这样子 我们的法律真的很大的漏洞 好好的修法 好不好 好 谢谢 现在请 陈委员曼丽发言 谢谢主席 我请部长 请您部长 等一下晚一点 要请卫福部次长 谢谢 请一起上 好 好 部长好 好委员好 是 酒驾这件事情 真的是大家都很沉痛 可是呢 如果以整个的数字来看的话 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个发生的 发生的见数 还是我们的死亡 还是我们的受伤人数 看起来好像都是在一直往下降 可是呢就是说台湾人可能我们自己也是爱屋即屋啦 别人家发生的这种事情大概大概都是同仇敌开 所以每一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网路上面就是一大堆的讨论 甚至呢媒体也都会做大量的报道 所以好像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 我承认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都希望是零嘛 是 所以呢我们有零的标准来看的话 只要是说有 有现在有八十几件的死亡 可能我们都觉得不舍啦 那但是呢我在看到就是说 我们欧盟这边他们已经提出来就是说三年之后呢 他们会有把这个新车都装酒精锁 那这个东西呢当然就在台湾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有两家客运公司 一个是首都一个是三重 他们也开始做这个酒精锁 就是说每一位驾驶呢 他可能要启动的时候 他就要检测 测了以后呢他只要是说OK的话 他可能后面他才可以再持续的往后面走 那我想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呢 呃当然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呃 驾驶他可能他就是有受到一个控制 可是如果是客运公司的话呢 他当然是说他一定会严格去管理 那但是如果是说一般的呃 就是说小轿车啦等等 那这样的部分的话就变成是说 你可能那么数量那么大 你很难去做呃管理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说 让我们在这个 酒精锁的这个部分 能够跟欧盟他们这边看齐 就是说我们等于是说 是一个强制要加装的这样子的状况 呃 我是在想是说呃 我们这段时间也蛮多的委员提案嘛 那当然就是说也是希望能够严惩 那严惩的话呢他当然就是说 除了驾驶者本身也希望就是说 同车的人他有供车 也希望同车的人也能够做一个防线 他能够让这个喝酒的人呢就不要去开车 那如果是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也许也能够让一些的 一些的呃 被人家受邀进到里面去的呃 去共乘的这些人呢 他们可能也会知道说他其实 他自己要小心哦 提醒那个驾驶说 哎你有开 你有喝酒所以呢 请你不要开车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都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法 那当然就是说也希望 能够把这个呃 相关的法能够把它定的周全一点 然后也让很多的民众 他们在这个部分也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警惕啦 呃 我想每一个人生命都非常的重要 甚至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 呃 早上起来做运动的老人家啦 或者是小朋友啦 甚至我们也常常会看到 报纸上揭露的被撞 撞死或者撞的这个很严重的受伤的这个人呢 他常是家里面的一个呃 呃 经济支柱 甚至呢常常他是一个学校的好学生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 这么好的人哦 然后这么重要的小朋友 这么重要的长辈 但是呢 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子 呃 就受伤或者牺牲哦 我想真的是 呃 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的做法 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请一下卫福部 卫福部 呃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卫福部有一个 也不错的一个点子啦 齁 那就是说 是不是如果是有一些的 酒驾行为齁 齁 然后呢他如果有发生 发生这个祸害的时候 那这样子是不是呃 就是说 如果他是酒驾者 齁 我们就是不给他这个健保给付哦 所以他的健保费呢 他要自己来付 那我看到了就是说呃 卫福部有这样的一个点子 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执行上面 是不是要 要再做什么样的一个修法 还是说只要是说我们卫福部这边 做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然后这个人就被绑住了 然後他可能他在這個健保費的這個部分 他就不能夠再享受 那當然這個很切實 到時候我想是說 我們也是希望男性和女性 他本身的這個駕駛的這個意外的統計的數字來說的話 其實還是男性比較多啦 所以我們就在想是說 這件事情是滿有一個性別的一個討論的一個資料 那但是呢就是我們如果說要規劃是說 跟健保費有關的 衛福部討論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事情什麼時候會上路 這部分的話目前是還沒有說真正在做規劃 因為這個會涉及到健保 那我們假如健保費 那在傷病的時候可以來享受健保的這些服務的話 那是健保法的基本精神 如果說要有這樣子限制的話 那可能要在法律上面要去做調整 所以是說要做一個內部的再做討論 可是如果說已經有對外講的話是不是表示說其實這個在這個思考上面已經有曝光了 所以才會被大家知道有這麼一個可能性 這應該是市長的一個建議啦 那內部的討論還沒有開始進行 而且這會涉及到修法也必須要到立法院啦 是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只要有好的方法大家拿出來討論 然後如果可行的話呢我們也希望就積極的落實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可能讓一些的民眾就會說自己警體 然後也身邊的朋友會特別的提醒 是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現在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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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委員萬安不在 現在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蔣委員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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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部長、法務部次長以及警政署代表 請您部長、蔡次長、王組長 內政部警政署 王組長 三位好,時間的關係不異議問候 部長你知不知道 我們上次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針對有關於酒駕防治強化的規定 有很多委員提修正草案 上一次完成委員會審查是什麼時候,部長知不知道 去年 就106年4月26日有個出場 2017年的4月嘛 那個時候就已經送出委員會了嘛 交由黨團協商嘛 就2017年4月就已經送出去了 部長知不知道為什麼到今天都還沒有完成刪讀 我想 在立法院 行政院方面的 這個我們的 那個提案是在 後來有一部分是在 107年10月有送大院一個 一個 一個修正草案 對不起喔 我現在問的事情已經出委員會了 2017年4月就出委員會了 為什麼到今天都還沒有完成刪讀 原因部長知不知道 你是新上任的部長啦 我知道 黨團協商有一些針對的一些項目 還在進行中 什麼叫做還在進行當中 我直接 秀給部長看 整個直接的歷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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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 再往下 來 2017年 11月30號 本來協商就有結論 我們那個時候針對 同誠者 供責的條款 懲罰性的賠償金 全部都過了 2017年11月30號 就有結論啊 怎麼會到今天還沒有完成修法 我直接跟部長講啦 交通部反對 警政署反對 說同誠共責 這件事情 交通部沒有辦法支持 警政署說執行上面會有問題 部長 這個是你的立場嗎 是 我想這個部分還是 從法裡面因為我們交通部並沒有說不支持 我想如果說 部長先停一下 交通部沒有說不支持 奇怪了我在上面白紙黑字 交通部出具的書面意見 是不予真定啊 對那是因為參佐法務部的意見 是不是行 所以現在責任是要推給法務部嗎 來部長我先帶你 好 看一下 日本的規定 對不起回到最前面 回到最前面 來 這個是日本飲酒駕車招起立 台灣跟日本沒10萬人的比較 下一張 部長差距大不大 這個表呈現是大 這個表呈現是非常非常的大嘛 好 日本因為過去也有這些悲劇 所以他們就積極的在整病 在修法 其中一個當然 就有關於現行刑事政策的部分 法務部等一下我會問 司法院有他們要負的責任 但是往下看 日本酒駕鈴容忍 他們共乘酒駕 事實上是處刑責 事實上去刑責 這有個積極預防的義務 但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怕說 這樣子會不會太重 所以下一頁 只推了行政法的處罰 這也是社會上面很多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大家共同努力在推動的 2017年11月就過了 結果拖到今天還沒有完成立法 明天 我拜託張偉 再舉行一次協商 明天交通部的立場 會不會改變 我想 我就我 作為一個交通部長的立場 我是支持的 好 部長 我只需要你這句話就好了 部長今天表態支持 明天到 黨團協商會場的時候 我希望不管交通部派誰去 帶著是現任部長的立場 而不是前任部長的立場 莫名其妙耶 這麼重要的法案 黨了一年多 結果是我們的行政部門反對 在協商的時候 我請他們提具體的理由出來啊 結果怎麼樣 結果因為行政部門反對 法案在立法院拖了一年多 有不一樣的立場沒有關係嘛 大家院會的時候表決啊 每一個立法委員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嘛 但是如果今天是因為行政部門的杯葛 我讓法案在立法院躺了一年多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下一個請法務部 市長 請您看喔 這個是目前酒駕雷犯 統計的狀況 來 市長您看喔 我們現在 酒駕雷犯的比例 從2009年的25%到2018年已經到46%了 可不可怕 可怕 可怕嘛 那為什麼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酒駕 明明就已經有酒駕前科了 抓不怕耶 因為 包括 第一個量刑 量刑的部分我說過 今天早上我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質詢過了司法院 但是 我針對法務部的部分 來加以處理 今天 檢察官如果 起訴求刑 刑法有它的功能 這個我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講得很清楚 我在這邊不複數 但是 除了刑法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有關於酒 酒飲的介質 因為在趙兒山的雷犯 這不是辦法嘛 所以我們 在我們的刑法裡面 有所謂的禁戒處分 結果我們每年喔 酒駕雷犯 我講的不是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已經觸碰到刑法的雷犯 每年兩萬多人 過去五年都是這樣 來 次長您看一下 法務部 依照刑法的規定 申請禁戒處分宣告的人數 六件 十一件 十七件 九件 次長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 在刑法裡面 明明有介質酒飲的介質處分 我們的檢察官 卻連申請都另於申請 現在大概就是從 檢察官的申請的數量偏低 法院的當然他的裁定 市長我再說一次喔 今天檢察官有申請 法院不裁定 要負責任的是法院 但是我們今天面對的是 每年九架的雷犯 兩萬五千多個人 我剛剛圖表已經秀得很清楚了喔 過去這五年都是這個樣子喔 兩萬五千多個雷犯裡面 結果檢察官有申請介質處分的 2018年只有九位 市長有沒有必要檢討 這一部分喔 我們經過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數據 因為促請這個法院去裁定的是我們檢察官的 是 所以我們一定會改善 這個從這個人數啊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有申請禁介處分的 我們一定要積極提示 大家都說齁 要治本 然後九架的不斷的雷犯 除了新發以外 要給他治療 這個我都贊成 但是現實上面刑法有這個機制啊 卻不使用 那我就看不懂啊 兩萬五千多的人 結果2018年申請禁介處分的 檢察官申請的只有九件 市長你知不知道現在如果申請禁介處分的話 實際上面是怎麼執行的 我們申請禁介處分 如果說 法院準了以後 法院準了以後 目前我們現況的做法 像我們地檢署在 台中、苗栗、高雄、橋頭、花蓮這部分 有幾個部分的不同類型的一種處置 那當然現在有考慮到 現在有一些經費上的問題 到底這樣的一個禁介處分 他到底要誰來付錢 這部分 市長你知不知道保安處分執行法 是什麼時候的條文 這個我要再查一下 1963年 1963年的條文 所以目前這個 49條規定 執行禁介處分的處所 應設置醫師及適當的治療設備 已經完全跟實務脫節 所以我剛才問市長說 禁介處分實際上面你們是怎麼執行的嗎 對 就目前來講確實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 你有承認確實有問題嗎 確實有問題 對 所以執行的現況 我們要積極 就這個部分 法務部你說要去更動刑法裡面的條文 去處理有關於法官料刑過輕 這個我們都進一步討論 但是 跟檢察官實際上面在執行保安處分的這個部分 法務部則無旁貸 您剛講 包括申請禁介處分的件數少得可憐 實際上面執行禁介處分 沒有辦法達成效果 這個部分法務部需要多久的時間 可以給大家一個答案 不用再拖了吧 三個月 三個月 因為 市長對不起啊 三個月我聽不下去 一個月之內 請一個月之內 就這個部分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改革 請法務部提出完整的報告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好 好 現在 請周委員村民發言 謝謝主席 那還是有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呃 部長好 我想這個酒駕 的問題大家都非常關心 那所以今天招委 我覺得他邀請的各個單位 其實都是有幫 有助於大家 真正的實際的全面的來面臨 面对这个驾车 酒驾的一个造成的一些 损害的一个计划 跟报告 但是我想今天还是很多人要来 请教部长 因为你是民选的首长 那我们也观察到你对这个 人民的切身的这些 生命财产安全 我想你有更直接的感受 而且你有更强的这样子的一个 承担 就是要来确保我们人民的 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 所以我尝试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谈酒驾的问题 我大概早上也听了好多个委员 一直在问法务部 一直在问交通部 到底你们什么时候法案可以提得出来 那我想大家都是聚焦于 在酒驾造势 致人与死这个部分 到底我们在刑罚上面 到底要做到什么样 我们到底要从中 这个修法到什么样的程度 很多委员是这样关心 那我想说这个部分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交通不一再的强调 车祸是零容忍 不只是酒驾零容忍 车祸也是零容忍 那我想给部长看一个数字 其实从105年到107年 这三年当中 之前应该更多了 就是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 A1大概就是在24小时死亡的 大概就在1500人上下 那30日死亡的人数 大概是2700 2800 大概3000人以下 那如果说当然生命是无价的 生命是无价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从我们法院的观点来看 就是在量这个损害赔偿的观点来看 如果每一件车祸致死造成的损害 我们用2000万来看的话 从法院损害赔偿的这个角度来看 2700人左右死亡 大概一年就是540亿这样的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想面对这样的数字 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 那刚刚早上大家也讨论 有的希望是酒驾 这个交通专章 有的人希望是交通专法 那在这边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其实我们统计 虽然大家最震恨的 厌恶的这个酒驾造势制人与死 我们刑法也把它特别从过失致死 拿出来特别的规范 就是在185之3 就是只有就这个重大的 比较特别的交通违规 拿出来特别处罚之外 其他的都是用刑法的过失致人与死来处理 那刑法的过失致人与死 是刑度是很轻的 我想蔡次长他们已经在检讨 这个法案也修出来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交通事故致死 24小时内十大的噪音 不管是A1或者是A2 其实都是这前三项 都是占最高最高的比例 第一个未注意车前状况 它是占了36.92% 唯一规定让车是占了20% 违反耗制管制指挥是9.95% 那酒后酒驾当然是9.55% 所以其实这前面三项的原因 是造成我们车祸死亡 高达大概将近是65%的比例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酒驾零容忍 是我们要确切去贯彻的目标 车祸零容忍也是 我想部长是身为曾经担任过民选首长 你对照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想历史则无旁贷 我想救教育部长说 就这样的一个数据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是感谢委员 首先是全面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 跟受伤的人数 刚刚那个数字 那其中大概酒驾当然占其中一定的比例 那么我把这个定位 我自己是政策目标是人本交通 所以安全是第一位 那这个数字必须要全面性的来这一个 能够把它降低 所以我们在措施上 包括未来走向智慧交通 各种的管理的手段等等 那以及对于这个用车人 他本身的一些规范的加强 这个是一个文明社会 我想很重要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目标 我想部长刚上任 但是我想你上任之后 大家对你有很大的期待 我相信你对自己也有很大的期许 这个部分确实要从教育来做起 要从交通的教育来做起 那其实从这边可以再来切入说 我们到底是要专章专法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在处理交通车祸这边 刑事责任上 刑法上就两个条文 那到底要不要用专章或专法 专章就是把像日本法一样 把一些特别严重违规的事项 我们把它列入来 就这些要特别的承重处罚 包括超速 但是超速要超过多少的范围 才会涉及到刑事的责任 我们要来加高它的行动 包括闯红灯 包括没有卫义规定让车 所以其实我去年 因为在郑运鹏委员的催促之下 我们曾经一起研究 当时是朝了这个专章 后来我们参考到日本的这个交通专法 但是后来没有去考量 就是因为它很多的构成要件是不确定的 而且它的行动也相较于台湾的这个行事法体系 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严重 但是呢 是不是这样子才比较有效果 我希望那个交换部这部分 在预言所这个部分 还有公路总预这个部分 其实当初我都有请他们来开会 但是整个体系上 我看你们今天的报告 也是才保留的态度 认为说这个行事的处罚 是要给尊重法务部 等一下就是考量说 我们除了酒驾造势置言于此 这个大家没有办法忍受的这样的严重违规 我们要把它特别立出来加重处罚之外 其他的也是严重影响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这些要不要特别把它拉出来 还是要直接就放在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这边来处罚 我想交通部在这边要有一个民众的态度 不然大家来自己问啊 大家也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方向出来 但是讲不清楚 那之后我再跟主席借30秒 下次再还你 给部长看一下 那上礼拜你有到我们台湾灯会在屏东这个彩排 那我想这个是大鹏湾 那这次的灯会也感谢大家的协助跟支持 那得到很好的好评 但是我觉得这次大家看到的 不只是看到屏东 大家看到的是大鹏湾 原来在我们南端有这么美丽的一个珍珠哦 那所以这边我要跟部长再提醒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边讲说大鹏湾它其实从书把这个科农 把这个科可这个清除之后到现在其实已经将近20年了 但是呢虽然有在做但是进度非常非常的缓慢 在两年前我们提出来说要清里面这个湾里面的淤泥两年了虽然当时有同意 而且也预算编了但是事实上到现在都还没有实际来清除 那预计是在灯会结束之后会来做但是虽然有做但是进度太慢了 而且大鹏湾的整个规划整个发展我们希望交通部可以更加的重视 这个这次真的是一个大家很受肯定的一个地点 那也是交通部管理的风景管理处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列为你们的重点建设 那也有助于国境之南 也有助于屏东在这部分的一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想对台湾对屏东都是一个好事 希望部长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加强推动 好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请林委员 郁华发言 主席 我们先请交部林部长 请林部长 您认不认同你之前林市长时候的主张 您在去年啊 去年的应该是二月的时候 你曾在脸书上有提到抓酒驾一朝见笑 您加龙提只要肇事就当场没入车子 请问您现在成为部长之后 你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主张 也希望到时候法务部能够把他直接入法 我还是支持这样的主张 虽然从市长变部长 我现在你弄我请法务部一起上来好不好 法务部一起上来 因为现在我是认为说以这样的事情来说 江湾部当然要有看法嘛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说在去年我还听到你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但反而今年你就任江湾部部长之后 对于酒驾事件出来之后 我有听到法务部长说要以故意杀人罪来认定 但反而没有听到部长你的相关主张 所以这件事情来说 你是不是一样主张只要肇事就当场没入车子 我跟委员报告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入法 这是一个方向 但怎么执行 以及他适用的对象跟这个情况 当然我也要尊重法务部 在执法上 那这就是又换的位置换的脑袋啊 不会方向是一致的 方向一致 所以法务部是不是认同可以没入车子嘛 因为事实上我这次提案里面有提到 如果针对你十年之内再犯者 是应该没入车子 而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警察官 也都希望是这样 但是因为法没有相关法条 所以几乎到法官部分 都没有办法去判定 但我们林嘉隆市长讲单是更好 肇事马上没入车子 跟委员报告 其实林部长以前的林市长讲的都没错 因为我们当市长的时候 其实对于老百姓 你不用跟我讲 如果只有六分钟 你讲重点就好了啦 很多要问啦 这一部分我们法务部有演绎 因为这种把这个所谓的犯罪工具啊 把它没缩或没入 这有两套方法 那么也可以在刑法研修的时候 没缩 所以可以支持 但是不管没缩或没入 不能说那个车子是 不管谁的就没入没缩 当然了但是当事人的嘛 所以这个要有要件 那么大概是不是说第一次 你可以定要件 但是有关于没入车子 这所谓的犯罪工具部分 你是赞成的 这个我们赞成 好那我就希望这次修法里面 我要看到相关的部分 另外刚才有提到 就是我要再次确定 因为事实上相关刚才讲 随着连坐行政法的部分 就是有关于我们坐车里面 有其他成员也必须要连坐法的部分 刚才前面有黄国商委员也提到 躺了一年多的法案 明天要协商 再次确认林江文部长您的态度 确定支持 还有我们法务部的态度 是不是都支持这个部分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 是可以通过的 在交通部这部分 因为涉及到是行政法 那我的态度是支持 但是因为涉及到法务部 整体上面 就乘客连坐法的部分 那明天法务部态度 但是他还是有条件 有一些对象 跟这个部分 因为明天叫协商啦 躺了一年多啦 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 而且就刚才很多人提到 日本的做法很清楚嘛 因为涉及到同层的 所以你们讲这么多的时候 你还是反对啦 因为现在我们有98%的造势者 都在判在六个月以下的去徒刑 那么你说现在共乘者 就要让他入刑 那就配套啊 我们就觉得现在所有行则都过低嘛 从行政责任 这个行政法开始 因为你贸然让一些 跟酒驾的共乘就要互行 好那行政法开始 那我们是不是请部长 就一样回到部长 部长行政法可做 这行政法就可以做啦 所以我刚才有一个临时提案 一个月之内 送相关的 我们有关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的部分 不管是有关酒驾罚环要不要提高 同车乘客可连坐罚要不要做 五年内三次以上酒驾累贩重新考照 车辆需悬挂特殊车牌要不要做 车辆加装酒精锁要不要做 好 我们会会整所有立法委员的提案的版本 来进行这个研议跟 所以一个月之内送进来 按照的决议是没问题的 是 我是觉得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政党协商的部分 也可以加速来进行 但我来问另外一个比较想要问的 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 死伤的人数统计的部分 现在我们如果以按照警政署 那我们法务部请下去 然后请警政署 我们现在酒驾的部分 我认为是数字是有黑数 或不要说黑数啦 叫统计的方式的不同 按照我们目前警政署是用 A1 A2 24小时之内的人数来统计 但是如果按照WHO 是要用30日内死亡 为酒驾车死亡的计算 来当作基准 所以如果我们以呢 106年为例 2016年为例 不过2016年为例 警政署统计死亡人数是102人 张博的运输研究所统计 就是533人 差到5倍之多 5倍之多 要不要检讨一下 我是认为 这样的话会造成 如果大家都是引用警政署的数字 会让大家误会以为人数很少 一看了运研所 天哪 5倍之多耶 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 我们两个单位协调一下 要怎么样让这个事实 能够让民众知道 要运研所资料 大家都没看到啊 以后是不是可以说 我20次小时 先公布一个 但是 多久之内 我公布一个 WHO标准的数字出来 让大家知道 真正的严重的程度 有没有办法 可以吗 检署会不会做到这个部分 要不然运研所 只是就公布一下 大家都不知道啊 民众知道 都是警政署的数字嘛 包委员 这个部分我们最近 对酒驾重新做个定义 会来整合 把那个相关部门的 那个定义都做清楚 什么时候要决定出来 这个已经定义清楚了 我想下个月都 下个月就可以针对 我们未来数字如何来 就大家统整 没有错 公布一次的数字 对 因为每个人定义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就麻烦我们一样 一个月内 能够把相关的数字 如何来呈现 让社会大众都能够知道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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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孔委员文集发言 孔委员文集发言 孔委员文集发言 孔委员不在 现在请李委员艳秀发言 李委员艳秀发言 李委员艳秀发言 李委员不在 现在请何委员心存发言 谢谢张伟 各位大家午安 我们是不是先请法务部的政策 蔡政策 请蔡次长 次长好 事实上我想今天在谈酒驾 我想酒驾林荣人 不管是我们林家总部长 或者是我们法务部 我想大家全民都支持 甚至连我们苏政策院长也都已经说了话了 所以我们这个加重刑责是一定要的 最近有两个要加重刑责的 大家认为一个是酒驾林荣人 第二个儿虐 大家认为说儿虐是林荣人 所以希望能够加重刑责 但是呢殊不知呢我们这一两天呢 呃又有一个宣布违宪案 你知道我在讲哪个吧 是 是吧 是不是 那法务部的态度是什么 加重刑者有违宪吗 我觉得要讲清楚哦 不然一般老百姓是搞不清楚的 再一次强调第三次强调了 第三次哦 第三次强调了 因为很重要说要讲三次 因为早上我再次强调 那个我们这个司法官的事宪案 说所谓的刑法上的累犯 他是一例不分情节加重才叫违宪 我们的酒驾就是零荣人 一而再再而三的酒驾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一定可以加重提醒的 所以这个绝对不违宪 那按照你的说法 那可不可以转换成 一般老百姓看得懂的说法 不要用发新闻稿的 也不要说因为在我们委员会里面 已经很重要讲三次了 可是呢我必须要再强调 我出去外面一般基层老百姓 还是认为我们这个大法官的 这个视线的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 我跟委员报告 在大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就也在强调 请大法官要接地气 对于老百姓在乎的事情 很显然的这种情节 不重的 不要加重 但是对于酒驾而念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个大家都 都不能忍耐 都零容忍的事情 就当然可以加重 所以次长 那这个我们可不可以用前嫌易懂 真的不要被网路的很多人 传达不正确的讯息 不断的去加深我们一般老百姓 认为我们现在的政府或是现在的大法官不接地气 而有这样子一个视线的一个说法 我改一个说法 网路上还有人说台湾现在变成是犯罪者天堂了 我改一个说法 垒犯原则上一定加重 除了一些情有可言的很明显的这些少数的极端的案件 才有不加重 其他原则上都加重 所以简单明白易懂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了 酒驾零容忍 酒驾累犯 加重刑者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透过修法 是的 而虐严重情节 而虐累犯 甚至不要说累犯 他一次就把孩子冲成这样 这样让人很艱苦的情形 就应该要加重刑者 这个也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情业犯法 有一次就把他打了半死 这个叫情节重大 有一次两次的多次的 这叫情节重大 所以情节重大不是限一次的 所以我拜托次长 这个因为很重要 要说明清楚 我不是在批评大法官 对啦 你刚刚说大法官不接地气 而且选在酒驾 额虐事件这么多的个案发生的 这样子一个当下 来说明这个事件案 我觉得真的是 让一般民众都会误会了 我的委员报告 不是大法官不接地气 是在审理的时候 我请他们要一起接地气 他们确实有接地气 你又讲到一个重点 不是只有大法官不接地气 我们现在的司法法官 有没有接地气也是一个让大家很大的一个问号 我有提案 酒驾加重刑者 额虐加重刑者 我都有提案 但是一般老百姓的看法是什么 委员你提案 你提案 发生过得重 我们从数字上来看 还是不断的累贩 不断的这个增加比例 所以再来 我判刑的 乖也乖不怕 是什么 因为乖了 说实在乖不几年 所以我们要提高刑者 再来 有人 今天 我知道有位委员 包括我自己的 这个提案法案里面 也有提到说 这个累贩 比如说酒驾 酒驾造势致死的累贩 这个要 可以处于此事故事突刑 但是一般老百姓是说 发生过去 法官如果没办法也是没效 所以法官的量刑 我们今天早上也在强调 法官量刑 不要只 比如说三年以上到十年以下 你不要判三年 你可以加重到五年 像现在以后如果说 酒驾 恶性再犯 就把人撞死的 如果是十年以上 他最起码 即便有假释也要关五年以下 你看看现在我图面上的显示 这个 这个现行的酒驾致死的判刑 在这个比例上 看起来 我们现在法官都做佛心来者 越判越低啊 因为法官有时候 我们不能说他不接低 有时候其实法官是考量到 那个造试者 他大概就是说 在这种造壮死的一样 为了要卫护那个家属 他有提高那个 他的赔偿金额 那么法官可能为了要鼓励他去和解 或许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或许有这样的考量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 这个问题是一般老百姓对于 对书法啦 稍微看已经心寒了 所以说对司法的不信任 民众的民调 是高达八成以上 是对司法是没有信心的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信心危机 第二个 除了这个判刑的问题以外 我想也有媒体又指出了 这乖的 人们说 好些人啊 就这都死人啊 他不怕发质 他也不怕犯解 他怕乖啦 但是现在更进一步是什么 他怕乖 乖不够久 他也不怕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又有一个 你法国部也有一个数据整理给媒体嘛 我们现在在监狱里面 第一关上这个 毒贩毒品 对不对 相关的犯罪人 第二个 酒驾相关的犯罪人 是不是 这两个第一二名 对 所以跟委员报告我们 不能关靠关 今天我们在这里 各部会 其实有诸多的委员也提到 不是关靠关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关一定是一个关键 那说该关的 就让他关到有感觉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一定会努力 其实我们都希望加重刑责 还是提高他的罚款 加重他的刑责 甚至呢要 最高可以无期徒刑 或者是死刑 这个种种的作为修法 其实就是希望有嚇阻作用 就是酒驾零龙人 所以我还是希望各部会一起努力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现在请林委员立场发言 林委员立场 林委员立场不站 现在请何委员致委发言 谢谢主席 是否请我们的部长 林部长 谢谢林部长 这个部长 本熙从过去担任市议员开始 就一直针对酒驾这个议题 长期在做追踪 所以酒驾零龙人 酒驾零龙人 酒驾零龙人 应该是我们都有的共识 那我想我刚刚在座听了这么多委员在讲 统计的一个数据 台湾其实每75分钟就有一个人 因为酒驾死亡 或者是终身瘫痪 那我想每一个75分钟都是关键的75分钟 那先请教就教一下我们的部长 今天几十位的委员听了下来 有没有哪一些结论 或者是方向 在未来的时间确定会来走 报告委员 我想大院委员修法 还有提案 包括今天通过的一些决议 我们都非常的认同 那我们交通部跟法务部 在立法的体制上怎么样去整合 能够有一致性 因为这涉及到刑罚跟行政法 那大家都希望能够加重罚则 这一点我们是认同 但是大家也提到 有一些涉及到教育宣导 或者是像酒饮的介质等等 也应该要起头来并进 那技术面 我想大家都提到的 不管是酒精所 或者是说 对于所谓的连带责任 包括餐厅或者是同乘者 这边怎么样来规范 让它具体可行 那么我觉得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国人对于酒驾这件事情 从社会面来讲是零龙人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一犯再犯 这个背后的法律 跟社会心理的因素 我们也必须要探讨 才能够来根治 我觉得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对开车的人来讲 我们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开了车造势 两个家庭就受害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同理心 为什么我们对于酒驾 每一个人会非常的痛恨 因为我们有同理心 可是为什么酒驾的造势者 他在开车的一些实行 并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同理心 我觉得这个根本的社会心理因素 我们也是要来彻底的来了解跟解决 那总之我们交通部 是支持这个加重这个罚则 还有这些教育 还有宣导这配套措施 是 那稍早我也详读了各个单位 各个部会他们的一些说辞 他们的一些研究报告 那服务部这边也说出来说 只靠单一的这个加重刑责 并不会完全的去喝阻它 那就像您刚刚讲的 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一个配套 多元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看一下PowerPoint的下一个slide 好吧 对 这个是智伟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开始在市议会创意的 酒驾的累贩 酒驾的累贩 应该要到殡仪馆 体会生命教育 包含洗大体 那我到了这个一兵二兵 我整个下午待在那里 我总共汇整出将近三十几项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洗大体并不是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是生命教育 最终的目标是让这些喝完酒 又糊涂的死神 真正的了解到生命的重量 那今天我们的林美诺 她也来到现场 正常在这边待 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因为您是富有国际观的 过去是学者 也曾经是地方优质的首长 在美国的加州跟泰国 他们都直接入法立法 让这个酒驾的累贩 直接去直接清洗大体 但是碍于台湾的国情也好 或是等等 其实方法有很多问题在执行 那我在2017年提出来之后 我长期的追踪 两年的时间 24个月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这个是资料来源 再看下一个 酒驾洗大体这个标题也许惊人 但是它奏效了 也许用台北市来当参考的母术 并不是这么精准 但是 但是 两年的时间 24个月 有20个月的时间 没有一个人因为酒驾 失去宝贵的生命 没有一个人因为酒驾 而死亡 在这边 本席要请教 要救教 也是我期待的一个 问证的目标 就是说 是否可以 把酒驾的累贩 进行生命教育 是否可以请部长承诺 提到我们的这个 联合的道安委员会里面 把酒驾的累贩 带进去一兵二兵 体验这个生命教育 让他们看看生命的重量 让这些喝醉酒的死神 真正接近死亡 好 我想透过设身处地 让酒驾去体会生命的意义 跟教育 大方向我们是支持 那有些监理所 我们也在进行 但是要进入到殡仪馆 从事大体相关的工作 这也需要有一些专业 另外也需要考量到 这个商家他的立场 那这个当然社会 也曾经有所讨论 所以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民俗 还有相关的这些规定 也必须要一起 一起来检视 所以我知道委员的一个方向 是让大家更能够去 体会生命的意义 这个是 那是否可以演绎 那方法上面 可以演绎吧 可以演绎 我们 是遇到一些 可能 还是执行上的困难 那我们的同仁有表示 我们是有在推行 但是还没有到 跟部长报道 花莲已经开始了 台北市也已经开始了 那如果依照 我们这样子是 加重刑则等等 那并不是家属要的 那并不是家属要的 家属是希望 再也不要再发生 所以 生命教育的重要在这里 是否 演绎一个月 并且 是否可以本行 我们就现在 推行的情形 进行检讨 那如果有几个 比较已经有 有进展的 地方的这个 殡仪馆 我们参照这个经验 来推广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请 刘委员 四方发言 刘四方委员 刘四方委员 刘四方委员不在 现在请 刘委员 孙宁发言 谢谢主席 有请部长 请您部长 部长 部长武安 部长我想 就是关于这个酒驾的问题 其实社会大众都非常的关心 那尤其是去年 全国的事故统计当中 有一百个人就因为 酒驾的因素 来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性命 那我想之前 这个苏院长也有公开 对于这样子的议题 表达他的重视 那所以今天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来做研拟的对策的这个专案报告 所以也希望说这个行政院能够来妥善的 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来回应社会大众的需求 所以首先呢 我想要请教部长的是有关于这个酒精所的议题 因为行政院在这个2011年11月1号的院会当中就有讨论到这个修正草案里面就有讲到 那有关于交通部所提的这个汽车加装酒精所的问题呢 根据这个测量研究测试中心表示 他说在这个技术上面已经可以处理了 那要汇统就这个请经纪部跟这个交通部来做汇统来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在2015年的时候立法院其实也有提案请行政院来研拟这个执行的可行性 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是 目前我们这样子的研拟的进度是怎么样子呢 谢谢委员 因为先前还比较欠缺标准 包括国际标准 我想最近这个欧盟也有一些新的规范 希望说来订定 那我想在美加等国也有一些实施的经验 所以交通部在这方面 从这几年这个大院的关心也在进行研议 那法务部明天会召开一个跨部会的会议 我们会把交通部的意见在那个部分来提出 希望整合出具体可行的方法 所以部长我们明天跟这个法务部会有一个跨部会的讨论的这个会议 那可不可以请这个部长在这个会后的时候把这个资料给我 就是跟法务部讨论完的这个结果的会议资料提供给我呢 好 好谢谢部长 那部长请回 因为我想这个酒精所其实议题提出了非常的久 那也希望说部长在这方面可以继续的关心 那我想 我想请警政署长 警政署王组长 今天来的是组长 对交通组王组长 组长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近六年来这个酒驾移送法办的次数有在逐渐下降的趋势 那酒驾造成A1类的交通事故从102年的245人降到106年有87人 虽然说去年又上升了100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酒驾房制是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我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房制成效其实对于我们社会大众的关心 认为来说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所以我想请问组长 我们这个警政署所谓的区域联防 是不是能够有更有成效 还有就是说这个跨部会 结合法制交通还有教育的各方这个力量呢 在这个指定驾驶 还有这个计程车的代驾执行成效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是的 各位很好 警察取缔酒驾的建议数每年都在10万件以上 就今天已经讨论很多了 那造成的这个死亡的人数来 近三年都将近在100人左右 那我们谈到了就是说警察执法的强度 这几年来一直大概维持在这样的强度 它并没有松懈 但是呢酒驾的这种情形还是这么多 所以当然就引起我们大家的这个重视 那要去防止这个酒驾 当然执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今天也讨论很多 尤其包括代驾的部分 还有我们警察执法方面 在增加区域联防的部分 其实这个每个月都有在做 那地方政府它有 交通部有一个道安委员会 各地方政府有一个道安交通汇报 每个月举行一次 它就会结合地方上的各局处 当然包括工程单位教育 卫生 还有这个监理 警察等等各方面 针对交通事故发生比较多的问题 去做检讨去改进 那我们警察针对执法这一部分 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检讨 就是说勤务方面 当然我们现在除了一个月 两次授权 两次是全国同步来举行以外 其他时间大概有六到八次 我们授权各地方警察局 依照你辖局的状况 再去加强执行 主长好 主长我知道说我们警政署 在这个酒驾防治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措施 那不管是在这个警察人员 执行上面的这个强度也好 还有这个指定驾驶 还有这个计程车代驾的 执行成效上面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警政署 都是非常地努力 但是我想请问的是 我们在这个指定驾驶 还有这个计程车代驾的成效上面 有没有进步 就是说你要去鼓励大家好 你即便喝酒了 你不应该酒后不应该开车 那有很多替代方案 你应该是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 还有就是鼓励大家 不要酒后不要开车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子 就是指定驾驶 或者说你去做 宣导酒后 尽量请这个代驾 或者是 清流来驾驶 等等这方面的宣导我们都有在做 就我早上也报告过 结合犯罪医疗宣导 交通安全宣导等等 过往面都有在做 但是它也没有增加 这部分的统计啊 可能在我们交通部那边看 你那个会后 因为我想警政署对于这个酒驾房治是 第一线的这个去执行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个各方的这个 防治政策还有执行上面要更加的紧紧 所以我要求你们在会后来 再继续的跟我来做说明还有报告 针对你们这个酒驾房治的方面 你们怎么去进行 你来会后再来跟我做个说明 好谢谢 现在请廖委员国动发言 廖国动委员不在 现在请中委员孔少发言 中孔少委员不在 现在请您委员德福发言 您德福委员不在 现在请陈奈树美委员发言 陈奈树美委员不在 现在请邱志伟委委员发言 邱志伟委委员 邱志伟委员不在 现在请蔡委员亦发言 谢谢主席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交通部我们林部长 请林部长 部长好 委员好 部长 我想之前 你在担任不管是民意代表或者市长的时候 你都不断的有去呼吁酒驾玲珑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甚至你们认为说你要杜绝酒驾 就是要让这些人真的感觉到痛 真的感觉到这个处罚会让他们感到会怕 后一次他喝酒就不会再开车 就是一定要处罚到有效果才会有用 那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酒驾 好我们现在就是说 酒驾你只要造势致死的 就视同杀人 这个是一个想法 可是事实上还有另外的 就是说有的酒驾 他也许还没有到 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其他处罚 然后让他真的觉得酒驾就是不好 比方说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酒驾然后他有同车 就是说他是酒驾 然后还坐在旁边让他载的人 是不是要连坐处罚 这个部长你可以表示一下意见吗 如果用连坐的 这个部分因为立法委员也有提案 政党也有协商 我的态度基本上 如果因劝阻而未劝阻 那就视同是要负连带的责任 这个方向我是支持的 你支持吗 对那我想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做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酒驾了 你还坐在他旁边 然后还让他去驾驶 我想这个要连坐处罚 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车辆 车辆就是 没收 他驾驶的车辆没收 这个过去 部长也有宣示过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贺阻的效果 所以要同步 多管其效 每一道 每一道该罚的我们都把它罚下去 真的让这些人 喝酒的人 他既然都要开车 就让他们疼 疼到真的让他们感觉 我这样 真的让我喝酒 我认可 我就够花点钱 我开家人车 我叫人就我借 我也不爱自己去车车 那还有一个事实上 很多人都在建议 还有很多人都建议 就是说 酒驾的人 不管到最后 刑者怎么判 先来去 先来去管收三天 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因为涉及到一些刑罚 这个劳部次长 那部长可以先回 好 谢谢 先蔡次长 好 艾伟恩好 好 次长好 这个 就是喝酒啦 你开车 这种在大陆 它有 居留到15天的这种 对 这种制度 其实我们这边 那当然居留 不是一个刑法 这个这一部分还是 还是就是一个行政法 对它是行政法嘛 不过它是有相当于 相当于这个刑事处分的一个效力 这个也 所以我们法务部可以去支持这样吗 也值得援抑 对啊 值得援抑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最立即有效嘛 对对对 你喝酒 我先不就不管你之后 法官 你刚 事实上上我也有听啊 你在说 有的法官 为什么 刑者 两年以下都是把他判 六个月以下 甚至都罚金 对 那就变得说好像一个观念就是说 有钱人 有钱人 假如起罚金的他就不怕酒驾 反正就罚金嘛 对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民怨大概就是觉得说 酒驾有钱人都永远不怕酒驾 所以这些 富公子啊 贵公子永远都一直在酒驾 还开名车在酒驾 对 啊就是说既民就乖三公 不分青红照板你就酒驾了嘛 这个这个有值得研议 值得研议 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可以 可以警惕啦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最近呢一直在 一直在激起的就跨部会的各方面的一些措施 大家来统整 好 那另外一个一个做法啦 另外一个做法 那这个当然这个也不是法务部 内政部这个大概跟内政部有关啦 没关系我在这边直接讲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政府是要 自己的喜功宣誓我们正常杜绝酒驾 尤其是按人民这么痛恨酒驾 我们应该把酒驾 定入公职人员选举办 这个罢免法 以后有酒驾的十年内不准参选 不能登记为候选人 这样才能展现决心 不过大家都说 我们政治人物都永远在护航酒驾 知道我们干嘛要护航酒驾 我们是最痛恨酒驾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 我是觉得说 不管是我们交通部啊 法务部啊 也可以去呼吁这个啊 就是对 不管是要参选的人 名义代表也是要一个自我警惕嘛 这也还可以来丁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说好 我们一旦把酒驾订严格了 那之后会产生一个 一个麻烦 就是大家要聚策 我就不可以让你策了 你在聚策的同时 你会让警力变得非常的麻烦 因为警察要含什么喝酒 在那里 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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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 我们所谓的垒腾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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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 這個的時候拒絕酒測就把他視同妨礙公務 還是視同酒駕就是超標0.7以上 不要讓他那些人就心存僥倖說 我再耗個一個小時我再一直灌水 灌水後我的酒精含量就會下降 然後就浪費了那麼多警力再跟他耗一個晚上 這沒有意義 反正就你拒絕測 那就是妨礙公務 你測出來一旦有酒駕就是關三天 剩下的再交給法官去處理 這個我們會積極的研議 好不好 市長加油 謝謝 現在請陳委員移民發言 陳一鳴委員 陳一鳴委員 陳一鳴委員不在 現在請鍾嘉賓委員發言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 鍾嘉賓委員不在 好 今日江永昌委員 也登記最後一個委員的發言 現在請江永昌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好 我們請交通部林部長 請林部長 好 部長 我想今天很多委員都在關心說 有關於酒駕 尤其是在犯自人自死 這實在是天裡難農 無法讓人家原諒 那不過這個防止酒駕 或是說對酒駕做重大刑罰的加重處分 那不管說能不能遏止 但是至少也是給受害人有沒有 一個公道 那交通部過去到現在應該做了很多研究 防止酒駕還有哪些作為 防止酒駕我想我們包括 就是 運研所也有一些研究 那先前各個委員所提出的 在進行政黨協商的部分 大方向我們也都支持 我們自己交通部也有送大院審議 也有一個修正草案 所以整體上我想 所有我們應該窮盡所有的可能 防止酒駕 不管是對於這個道安的講習 或者是有關於相關的 這一些累犯的加重處罰等等 我想所有的方法 應該社會都希望我們窮盡一切的可能 加重刑罰 加強茶器 然後矯正行為 還有一個就是 去年11月 運研所 這花了多少錢 250萬吧 這結論已經出來了 這報告已經出來了 這是代客駕車 我今天從來都沒有聽到交通部 這有什麼具體 這結論不拿來參考嗎 這錢這樣花下去 有有有 那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話這個代客駕駛的 這份的研究 那我們還到日本 跟韓國去做實地的一個查訪 那你了解多少 我就要問啊 像日本 他對這個代客駕車 誒 駕駛要不要規範 你說說看啊 日本他們是怎麼做 效果成效如何 日本的話它是一個比較嚴謹的一個 規範方式 他們有代客駕駛業的這個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 這個當這個 喝酒的話 喝酒的話需要代客駕駛 那打電話 那代客駕駛業 一次出來的話 就有兩位的一個駕駛員 一位的話在前面的話 幫喝醉酒的這個 酒駕者 開車開到指定地點 那後面還有跟隨一位的這個 這個司機啊 那他們的話是用全程錄影的方式 來記錄 那事實上的話 這一部分的話 涉及到所謂的隱私 還有涉及到安全的事項 所以它 一次出來兩個人 後面還有跟隨的車子 所以的話 它的一個整個的一個 費用的話 是比較高的一個 一個狀況 那韓國的話 是一個比較 鬆散的一個管理的方式 那我們的話 這一部分的話 得相關的資料 那經過了 院員所的話 也有召會來研商 之後的話我們有 送到 部裡面 那由部裡面 來做一個 政策的一個 研定的一個考量 我沒有聽到很確定啦 感覺還是有點支持 日本就是這樣子嘛 第一個 它這個代客駕車有沒有 它有定一個行業別喔 你說像現在台北市 它是給這個計程車業者 去合作 然後呢 它有一個費率表 那這個費率表 可能就剛剛如你所講的 它費用很高 所以有些人不愛叫 另外還有叫車的這個 叫代客駕車 有安全上的一個問題嘛 那像日本第一個 就有這個行業別 所以早上我聽 好像是要走公路法 又怕消費有益力 代價的人萬一車子撞了 那是不是會有糾紛 所以日本它其實 包括這個駕駛業者要認證 包括駕駛員 它也要提升它的一個資格認定 然後它還有保險的機制在裡面 是吧 我這樣講 我比你講的更明確 所以我覺得交通部 你這個研究費花下去不夠用心 那你剛剛有講到韓國 韓國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要做一個代客服務的駕駛 我要怎麼樣 我要被認證啦 我要提供我在網路上 被大家知道就是我啦 來蕭敏有沒有 去叫人家來幫忙開車 安全上的一個疑慮嘛 他把這個把我自己來公佈 我如果從事代客駕車服務 那我被公佈是一個義務啦 可是喔 在其他國家 有的國家在立法卻發生說 萬一我們做了一些嚴苛的一個限制 那有些人現在其實他沒有任何資格 我就跟你認識嘛 反正你去喝酒了 你就打電話給我一下 我可能騎了一個電動機車 然後我就去幫你把車開回家 現在也有這種消費模式 如果你沒有訂行業別的話 那會不會做了限制之後 反而來抑制 所以這整個通通要考量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你們到底 研究到什麼樣的程度啊 時間很寶貴 做一個說明 我想的話我們 要不要訂行業別 我們的話這個 到部裡面喔 開會的一個討論結果 我們的話是 比較喔 因為是在起步的一個 我們國內代客駕駛 在一個起步發展階段 那我們是說 現階段的話 我們比較建議啦 是以那個用消防法 應記載跟不節記載的定型化契約 來先做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之後的話 再看看的話 我想我就感覺沒有很積極啊 如果你今天跟我講說 這種服務其實對於 這個酒駕的降低有沒有 效果不髒 那所以交通部覺得說 就隨市場發展 就去訂一個消防法 那如果你像喔 其實有些國家 它在一開始實行的時候 像日本把這個 酒駕直接降低了75% 你就值得去做啊 如何 其他我都贊成耶 家中銜包我也贊成 只是這個 代客駕車 甚至我跟你講啦 以前有講 我們去駕駛的時候 如果你是得犯再犯 而且你曾經造勢傷人 甚至是死亡 那是不是有個 酒精的測試器 能夠在方向盤上 可是你怕不怕 我今天假來吹 以來開車 你怕不怕 會有這個問題 會有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加一個生物辨識不就好了 人臉辨識啊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人是 酒駕 累犯再犯 而且他這造勢 有讓人家傷亡的 你可以強迫 他造勢過後 相關於他的車輛 或是他使用的車輛 去安裝 而不是全部的人去安裝嘛 那你加一個生物辨識 就可以避開 假來吹氣 以來駕駛 這也是你們可以去思考的啊 你不要說現在大家只有說 酒駕刑罰 我這同意 要遏止 而且懲罰 有個交代 對被害人 可是其他的方式 要努力去 想辦法來突破啊 那什麼時候 你說消保法 我其實說 之前賀成部長 那個時候 談的是公路法喔 行業別喔 給本席一個答覆 我要期限 你的草案什麼時候要出來 會長什麼樣 跟委員報告 就是 議員所的這一個 就是說報告 我想三月份完成 那 交通部這邊的話 會邀請相關的單位 當然就是說 那我只要聽時間啦 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不好意思 主席 你就給我什麼期限 我們在這一個 就是說這一個 我們先從這個消保法裡面 訂定這個相關的 定型化的契約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說 能夠在三個月內 把它就是說 把它訂出來這樣子 不然你對社會大眾難交代 你也是250萬的研究費 隨便亂花啦 記得把這個收費表 台北市的這個收費表 一定納入去參考 到底是不是這樣的收費過高 或過低 過高的話 大家沒有意願 過低 你又保障不了 代客駕駛這個服務 能夠繼續下去 一併檢討 可以嗎 一個月 一個月 他說兩個月 好兩個月就兩個月 我會再來問 好 謝謝 好 謝謝 登記諮詢委員 軍旅發言完畢 做以下決定 第一 報告及尋討完畢 二 委員李彥秀林毅華 所提書面諮詢 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三 委員 於諮詢中 要求提供 相關書面資料 或未及答覆部分 請交通部 及相關單位 盡速以書面答覆 現在 休息 星期三 上午9點 繼續開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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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答 謝謝 大家 感谢观看